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11人 读法令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 好大家早现在开会 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 立法院第10届第一会期 司法及法治员会第二次 宣布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移民9年3月4日 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19分地点 红楼三地二会议事 出席委员旅文贵名等12人 列席委员邱委员显制等21人 列席官员法务部部长蔡清祥等人主席 周遭及委员村民报告事项 一宣读上次会议事录 决定确定 二邀请法务部部长率所属单位主管 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配咨询 本次会议由委员旅文贵名等15人提出咨询 委员曾经文提出书面咨询决定 一报告及寻导完毕 二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 警述送交个别委员基本委员会 提案四案决议均招案通过 券短闭 好我们待会再来确认上次的会议事录 那现在在场的委员有吴玉琴委员 然后今天列席的官员有 考试院秘书长李继玄 第一组首席参事监组长吕李正 第二组参事监组长周秋林 第三组参事监组长蔡葵毅 抱歉拱葵毅 人事事主任陈宜君 考选部部长许舒祥 主任秘书苏秋远 考选规划司司长江宗正 高普考选师师师长陈婉华 特种考选师师师长颜慧林 专绩考选师师师长黄庆章 总务师师师长方秀雀 提库管理处处长林妙金 资讯管理处处长陈建华 会计室主任黄国华 全组部部长周鸿献 法规师师长吕秋慧 全省师师长陈美江 特省师师长肖正祥 退辅师师长陈绍元 人事管理师师长洪美妙 资讯室主任方应军 公务人员退休府序基金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伟廷旭 业务组组长林秋敏 财务组组长吕明珠 集合组组长张淑慧 公务人员保障继培训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芳玉 保障处处长黄秀琴 地方公务人员保障处处长李俊生 培训发展处处长宋迪阳 培训评鉴处处长梁元本 国家文官学院副院长许秀春 今天排定的议程是 邀请考试院秘书长及所属部会首长 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 并被执询 好那我们现在来有那个 吴仪丁委员也到了 我们现在来确认上次的会议事录 请问各位委员 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没有的话 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 现在进行报告发言时间五分钟 请考试院李秘书长报告 好 主席各位委员 现在请将本年本年度立法计划 重要业务之执行情形及未来工作重点 分别二要报告如下 请请各位委员指教 依考试院即所属机关 109年度立法计划 办理情形本年度 你制定修正废纸法律九种 法规并令二十二种 行政规则两种 总计三十三种 目前本年继续过院优先审议的法案 具有监视法修正草案一案 进行各位委员典礼支持 必早日完成立法程序 二重要业务之心情形 具有落实原权保障 持经性别平等等十二项工作 由于时间关系 进行委员参列 三未来工作重点 一推动重要法案 有效整建人事法制 包括 一全面实施公保人金 二研修公务人员服务法 三改进公务人员考试法 四推动公务人员基准法草案完成立法 五研修行政中立法 六研定政务人员法 及政务人员奉起条例 七研修公务人员任用法规 八研修公务人员留置停薪办法 九研修公务人员奉起法规 十推动人金与退休制度 精进措施等十项法案工作 二配合司改国事会议 主则法律专才选拔工作 本项工作自107年5月迄今 已陆续召开八次会议 对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涉及本任全长的各项议题 本任均十分重视 并已就法律专列考试制度相关决议 或是初步的共识 已建立多何一法律专列考试 并已去年4月11日 考试院会修正通过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司法官考试规则 专纪人员考试律师考试规则 以使持两项考试 依第一次办理模式 第二次依改为同时举行 相同应试科目 采取相同的试题 但分别依司法官律师考试规则 各别录取 以做好国事会议 有关法律专列人才改革的初步准备工作 三更续检讨警察特考 三轨分流制度 省前考用配合 今年警察特考 一般警察特考 需用病的比例 为辅决议的部分 本任列请考选部 会同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 继续用人机关协商 事实正类需用病的 四更续检讨公务人员考试 类科 以应直指直系的新制 直指直系整病后 今年需配合修正的公务人员考试规则 具有23项 五研修公务人员保障法 与其完善保障的制度 为引领司法院 设置7185号解释 保障的月妖 实务专家学者组成 自行小组 共同严厉讨论 保障法研修的方向 四严厉完成 拟据修正查案 承报本案 以法定程序 完成法案审查后 会送立法院来审议 六研修公务人员进修法 以应机关人员的实施 本法经多次的审查会延伤 单因事实维持或改变 不予取得社会为目的的 政策决定的问题 请保障的参佐委员的意见 重新拟据修正查案后 再拟报本案审议 八 七 延修公务人员安全 及卫生防护办法 维护执行职务的安全 保障的将 研修修正 保障法相关规定 调整安慰办法 相应条文 再请承报本案审议 八 延修公务人员退休 辅序基金 相关法规定 提升精灵绩效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好 谢谢李秘书长 接下来我们请考选部许部长报告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非常荣幸在习大宴委员会报告考选部业务概况 同时感谢大宴各位委员长期对考选业务的支持跟策利 使各项业务都能够顺利退展 在此至上最高的卸诊 那本部监护为国取材的任务过去一年透过几半亿七百项的考试类各自公务人员考试 显拔约一万六千一人次的公务人才为国所用 此外还有办理七十一种类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的考试 筛选横漸出各类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专纪人才达三万七千多人次 以应社会首席 那事实上为时每一年度的各项国家考试工作都能够顺利进行 那本部在每年国家考试期程都在前一年度的八月份就排定来对外公布 那考试期程的安排考量因素众多且复杂 包括用人时程还有市场家界学校形势力的安排 考区各县市政府协办能力应考人实习 毕业资格取得应考人以考试方式的特性 还有围场的安排业建场所的使用 协策指考期程大型活动办理日程等 以及还要一新因应如台风等偶化事件风险因素的综合安排 固定定或调整任何一项考试期程 尽可能联动影响其他的考试 必须做最缜密的与周整的安排 那今年因为因应武汉肺炎疫情 对考试期程安排自影响 那本部在109年1月30日即召开内部第一次专案会议 那随后也成立危机应变小组 全面性的针对各项点事事务行政工作管理 以及考试期间的防疫措施等 继续进行滚动式检讨来及时应变 那并审慎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引规定及相关的执行意见 来严明考试期间的防疫措施标准作为程序 那也顺利在109年2月份 两项医师、药师、牙医师还有中医师、护理师等 相关意识人员的考试落实来执行 那应考人皆能配合佩戴口罩及量测体温等防疫措施 考试期间的智细也良好 近期榜事后即能及时投入医疗及防疫相关工作 那不过 联定3月7号到8号举行的专计导游领队考试 基于国内外疫情的持续发展 那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审慎评估 为避免众多应考人密集接触所 甚至传染风险 同时也降低国家防疫的负担 所以这一项考试已经在2月17号 经顶事委员长的同意 那发布本项考试延期至5月9日至10日 那7月8月一定要举行的 包括公务员高部考等六项考考试 因为受到教育部因应疫情 延后各级学校开写的相关措施的影响 所以考试期程也做了重新的调整 那至于其他的各项考试本部 也会积极参与并配合中央流情疫情指挥中心 相关的防疫处置来滚动室检讨 是否如期举行后延期举行将会适时发布 并在举行的时候做好各项桌头的安全应试环境的防疫措施 那除了在今年会努力来完成各项国家考试的工作之外 本部亦将持续来精进公务人员考试 研修不合时宜的高部考试应试科目 来强化公务人员出任人员的核心职能 辅应新时代制国家需求 那也会配合职业主管机关根系 推动专纪人员之国际相互认识 还有滚动动员建制提供提升试题品质 持续精进世卫化的考试平台并审慎评估 逐步推动国家考试生认试试题线上应答 所以本部会持续在精进考试业务为国人才选择优秀人才 使人才得以契合国家社会制需求发为首长为国动员 那请各位委员继续给支持指教 让考试业务更增完善 谢谢 好 谢谢许部长 接下来我们请全续部州部长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感谢贵委员会力来对全续部各项法案的支持和协助 首先报告本部当前业务概况 详顺研育人事法制建构优质文官制度部分 包括积极检讨服务法制 研修行政中立法制 研修公务人员任用法规 研定直指直细配道措施 研修直指直细相关法规 研修法官法执法 完善退府法规 以及研修人事法规制度等 那另外也配合政府指质的在照 建立完善官制官规 办理任用考试退府 落实 宣续宣定业务 有关退府基金管理方面为多元投资分散风险 稳健经营提升绩效 其次报告未来工作重点 更续推行重大法案 努力完备人事法制部分 包括研修考基相关法制 检讨研修奉取法规 检讨研修公务人员留守庭信办法 推动公保改革法制 检讨研修退府法规 以及检讨研修协会法制等 那另外也将因应主改法案的进程 更续研修主编列等 更续改善退休制度 规划新进的年金制度 跨越整合资料复合 更续办理治安防复 有关退府基金管理方面 则将弹性调整投资策略 稳健提升经营绩效 包括审慎评估投资风险 弹性调整资产配置 因应实物运作的需求 适时研修相关法规 原意新增投资标的 掌握市场投资契机 提高机核管理效能 增强风险控管机制 本部将顺应环境的变迁 续续检讨相关原始法规 完善文官制度 并因应全球经济的情势 调整退伍基金投资策略 及检讨委托经营的模式 以追求长期稳健 投资绩效达成有趣经营 发展的目标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继续支持指教 谢谢 好 谢谢周部长 接下来我们请保讯会 郭主任委员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那么以下针对本会108年重要业务推动的情形 做简要的报告 在保障业务的部分108年 我们受理的保障事件一共是1100件 那么半截率是99.62% 那么已经半截的这个执行事项呢 那么我们追踪它保障这个执行成效 那么都符合本会这个决定的意志 那么此外我们推动了保障业务资讯化的这个服务 那么也研修公务人员安全及卫生防护的办法 那么目前正在跟相关的部会来进行沟通 那么未来会提出相应的条文送考试院来审议 那么第五项是基金应应司法院 是第785号解释研修相关的法制 那么同时办理了保障业务先辅导的活动 也完成公务人员应公设送辅助法制的委托研究 那么第二部分在培训的部分 我们精进的考试录取人员的训练 包括办理了高普考初考地方特考基础训练 一共155班调训了7000多个人 那么同时也办理了高普初考还有地方特考集中实务训练 也推动实务训练辅导员线上研习课程跟分区的测验 那么也办理了公务人员考试录取人员实务的训练 这个成绩不及个案的处理 那么同时办理健身官等的训练 那么108年我们一共开办了98个班次 那么训练了4495个人 那么此外在高阶公务人员中长级发展训练 我们108年一共完成41个人的训练 同时精进的教材跟案例的改善跟研修 那么也深化了行政中立跟公务伦理的观念的开班 那么一共108年办理了16个场次 有1171个人参加 那么我们也提供了多元的管道 来落实公务人员终身的学习 那么除了根据提倡公务人员阅读风气之外 也发行了电子报 还有整合数位学习的资源来推动数位的学习 然后从此我们办理了国际培训交流的活动 那么强化国际网络的连结 在这个未来工作的这个重点的部分 在保障业务我们会持续的来研究 改进公务人员保障的制度 那么精进公务人员 那么救济权益的保障 那么第二是在研修公务人员保障的法制的部分 我们会提升公务人员安全卫生保障 同时也推广跟优化线上申办平台的功能 来提供更便捷救济的管道 培训业务的部分 会持续的研修培训的法规 精进训练的内涵 完善培训的法治 同时精进公务人员训练 来提升培训的成效 同时策进高阶文官中长期发展性训练办理的方式 强化优秀实证的人才的脾育 还有继续来办理行政中立的训练 来拓展宣导的覆盖力 同时会更续的办理 工人阅读推广活动 来提升阅读的风气 也会发展培训的科技 打造智慧化学习的机制 同时对于东部地区 我们会开拓培训的产益 保障说训人员就地参训的权益 也扩大办理升官等训练海外的研习 来提升中高阶文官国际的视野 同时也会拓展国内外培训交流的合作 来建构国际培训网络的组织 那么以上的过来工作 重点都是在主客观条件 正常情况之下规划的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蔓延之中 我们本会会视疫情发展的情况 适度地来调整实际的一些做法 以上报告敬请指教 好谢谢郭主委 机关代表已报告完毕 现在进行巡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十点三十分截止发言登记 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 吴委员怡丁发言 谢谢主席 我比较关心的是 接下来我们的国考 有许多是在七八月份的 因为现在的疫情看起来 我们不是很确定 到时候是不是会比较缓和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除了延期的方案之外 因为其实很多考生 他们其实是全职考生 他们不大愿意这样子一直延下去 或者是被取消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任何的SOP 来准备 因为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像出题的老师也好 考试的学生也好 改题的老师也好 他们有些空间是在完全密闭的 中央空调的情况之下 然后考场也是还蛮 大家座位还蛮密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任何的SOP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进行规划了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跟委员报告 那国考的部分目前我想我们 请办考试都照议定的期程 那考生的报名日期 也是照议定的期程 那当然这个考试的时间 大概就会因应疫情去做调整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已经在二月份顺利完成 两项的这个医师 副理师 这个相关医师的人的考试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进行 就是要求这个所有的应考人 这个都要 一定要戴口罩来应试 那也当场我们会量测体温 那对于二月份的疫情 比现在轻微 所以对于从港澳回来的 这个考生 那就是我们有益备市场 他我们会单独安排到益备市场 这边来应考 所以就考生来讲 都这两次的考试 因为考生也都是自我防护意识 会比较高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遵照我们的规定 那这个办理的情况秩序也良好 那这两次的考试都顺利完成 那当然三月份的这个考试 因为导游领队的考试 本来是这个周末要考 但是因为牵涉到的三万人 那在十二个县市 包括离岛这个考区 那报考的对象 其实也包括十三个 外籍国家的这个考生 尤其像韩国也不少考生报名 所以这方面我想我们 因为疫情的发展也又提升了 所以比较没有把握说 能够做到要求前面 这个佩戴口罩 那坦白说我们这个口罩 也没有办法完全来提供考生 所以这项考试 我们先延到五月九号跟十号 那希望到时候 这个疫情能够稍微做好转 那七月份 因为这个七月份的考试是教育部 这个延后开写 所以基本上有借用考场的问题 因为他有五天 从礼拜五到隔一周的礼拜二 所以这个我们借用学校都还在上课 所以这个考场也没办法来借用 所以我们势必得要做调整 所以延到七月十七到十八 那这样子在刚好学期结束 那后面也连带影响到五项的考试 那我们全部都顺延一周 所以这方面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至于防疫的措施这一部分 上个礼拜开始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邀请考协部加入 这个整体的防疫会议 所以我们也会试这个防疫中心的相关的规范 那在每一次考试 在几半之前做好各项的防疫配套措施 以上八卦 谢谢 刚刚那个时间没有跳 所以我还有八分钟是不是 谢谢 我其实有几个建议很简单 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不能说 last minute两个礼拜要考了 我们才决定要不要延期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建置一个 简单的line的系统 让这些考生来注册 那我们随时有什么紧急要发布的时候 可以随时通知他们 然后因为现在这些东西都很简单了 我们只要提前布置 就可以很方便了 那接下来还有是说 我觉得如果到时候疫情缓和的话 我们决定要考 就是继续就是考试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说 我们考场变多 就是本来一个房间本来是做三四十个人 那我们变一半的人 那考场变多 那考场变多的话 那你要事先赶快去订那个空间 那当然你监考的人员也会变多了 所以可能也要事先去赶快去预约这些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事先准备 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可以用 然后再接下来是 我觉得要求这些入围场出题 或者是改题的老师 或者是考生 要求他们进去之前隔离 我觉得有点高难度 可是你可以开放一个选择说 OK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在家隔离两个礼拜 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 我们有特别的教室让你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选择这一个选项的 那他们愿意 就是也不是我们强迫他 你要自主隔离才能来考试 而是说你有这个选项 你如果愿意自主隔离的话 我们有特别的教室 所以这才是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那个及时的通知系统 因为有可能说 OK我们很快的很激动的 可以改变你的考试的教室 可能不一定是学校可能是一样的 可是至少你的教室稍微变动一下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事先准备的 是 谢谢委员 那我们跟考生之间的这个应考人之间联系 我想是透过自信的方式是很畅通的 我们也有国考APP 这个部分事实上考生随时在上面 可以有掌握到我们最新的信息 那我们一旦有做了变更 马上也会用简信通知每一位考生 那在考场的借用这个部分 是我们目前也有可能遭遇到一些障碍 因为借用的学校 坦白说也会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学生 那教职也很担心 那借过我们这个办理考试 是不是会有后续疫情的影响 所以这部分我们都很密切 在跟这个学校来做联系 那也会提供必要的消毒的一些经费 来补助学校 那入围的部分我们也是前程都会要求 这个全部佩戴口罩 所以入围的一个防疫措施 我们也是这个会 这个已经有要求 也已经这个在2月份的考试已经实施过 那目前我们也跟机关署 这边疫情指揮中心 也在考量对于计价隔离 跟计价检疫的 是不是能够应考这一方面怎么做安排 那这一方面可能也会牵涉到 需要动员很多这个地方卫生机关 包括也需要提供很多备用品 我所说的是说 他们自己自愿自主隔离 就是说我可能也没事 可是我要考试了 那我宁愿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两个礼拜 然后所以我的考场是 那些跟我一样的人 已经在家里关了两个礼拜 没有事的人 就是相对比较健康 就是比较没有感染的可能性 这部分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都可以到场来应考 没有问题 那我们会多准备一些备用考场 让他可以 如果有需要在比较空旷的 这个距离达比较远的地方 这个来区隔做考试 我是希望您可以开始做这样子的规划 我们已经有在做规划 谢谢 谢谢 还有时间吗 还有 还有 那个全续部分 延长两分钟 不好意思我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基金的部分 在那个报告里头 我们有提到说 研议新增的投资标的 还有增强风险的控管 那最终呢 就是希望可以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 跟检讨经营的模式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 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是怎样 我们部里面有的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情吗 还是我们是跟外面的机构来合作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谢谢 那我们目前有一部分是基金管理委员会内部的同伦自己来操作 那大部分我们是委托外面的资产管理公司来做 国内的投资还有国外的投资 所以委外的部分占比较大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要调整你可以投资的标的物 这件事情就牵扯到里面的同仁可以买卖什么 跟外面委脱的他们可以操作什么 那这个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大方向 那我想知道说你们现在 因为在报告里面有提出你们希望可以修正嘛 那我是希望之后可以提供给我们 就是你们的方向大概是什么 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有另类投资 那另类投资的话可能会里面同仁这部分的知识经验过外面可能比较缺乏 所以另类投资部分可能都是要委托外面的专业的经理人员来做 那这部分有必委员需要的 我们会详细的提供给委员参考 谢谢 好谢谢委员 接下来不会 接下来我们请中委员嘉宾发言 好谢谢赵伟 如果待会停掉时间就不用帮我调 好那个 与会的委员先进 我们列席的政府机关社长官员 媒体工作伙伴 大家早安 那今天先请我们秘书长跟您请教一下 我资料已经手上给您了 你不用盯了一幕 你认为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本文啊 我们有五权分立是不是 对 那相较其他国家的三权 你认为我们的监察院监察权比较接近于三权分立的哪一权 监察权比较接近啦 好了我之前说比较接近立法权嘛 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就我守之立法权和监察权 有差别但是比较接近 因为他在宪法本文当中 监察委员是由各省市议会选举产生的 那请问考试院是由选举产生的吗 考试委员也是由总统提名 不是啊他不是考选举产生的啦 那考试院相较于跟司法院和行政院 他比较接近属性接近哪一个 考试权是行政权的一部 很好那就是要这个答案 好那我们来看考试院的组织体系 我都秀出来了 那这里面呢你们考试院的政府院长 考试院会议考试委员底下 二部二会文官学院等等 我们还有业务监督到行政院人事总处 行政院是行政权 那考试院的组织呢 居然要业务监督到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啊 所以呢考试院的职长呢 下一页在我们这一次的修法当中啊 修法前组织法第二条 考试院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 对各机关执行有关考权业务 并有监督之权啊 这是考试院组织法赋予考试院 可以对考权业务来监督 但是修法之后呢 我们并没有给予考试院这样的职权 考试院都了解了吗 都了解了吗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考试 你们了不了解我们把立法院 透过修法把对考权业务的监督之权 这几个文字拿掉 发生对考试院职权的行使的本质上的变化 考试院充分了解了吗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认为没有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考试院组织法本身 它对考试院的组成跟职权最有一项 考试院就其职长理或全国性人事行政事项 得召集有关机关会商解决之 好这从我们在去年2019年并没有修 你们可以得 但是考试院院会的会议规则第二条 请问一下 考试院组织法是不是法律 是 那考试院的会议规则是什么 它是命令嘛 位阶比较低嘛 他在最后一项说 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均应劣席啊 这里面就产生一个了 命令超入法律 我们法律是说你们得邀请 你们自己定的会议规则 会议规则谁定的 是向委员报告 这个行政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人事长 这个会议规则上这样规定 这个是有一个原由的啦 这个原由我们不关心嘛 我们只关心说命令可不可以超越法律嘛 是 可不可以 但是这个考试院执政法第七条的这个得造级有关规定 是依据宪法征修条文赋予考试院的明定的宪政执长 所以考试院的规则第二条 他说应列喜事源自于哪一个法源 是 这个法源就是这个宪法征修条文第六条 宪法征修条文没有写说你们可以邀请人总来报告吧 不是这个是一个 那个 那个 民主长我知道你要捍卫你们考试院执权啦 我不为难你啦 但我要告诉你说 这里面很明显的你们命令超越法律的规范啦 你来看哈 我以前本院来讲 立法院组织法第二条 授权定立的立法院执权行司法 立法院执行司法第76条 授权定立的立法院议事规则 考试院呢 组织法第18条 授权定立的考试院会议规则 你知道除了考试院有会议规则之外 还有哪个院有会议规则 行政有没有会议规则 你知道行政有没有会议规则 没有 行政有没有会议规则 你知道哪个院还有会议规则吗 因为行政是所长制 考试院是会议制 那请问司法院是什么 司法院什么制 司法院的大法官是合议制 但是司法院的行政系统本身是所长制 那你知道司法院有没有会议规则 司法院有会议规则 司法院会议规则一共是三条 请问贵院的会议规则有几条 40几条 40几条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考试院的会议规则 它却把你们的组制法当中的第十条 你看看你们的组制法第十条 它是规定考试院设命书处 处 处 夕 夕 特别张理下列事项 能不能告诉我人事主任 你们的处管理什么 处管理什么 夕管理什么 里面洋洋沙尔列了块十项 有硬性点手事项 我特别找出了行政院的处规程 行政院的秘书处有处规程 规程是属于比较低位阶的命令 内部规范 结果你们考试院组制法定了一个 秘书处 还可以组 还可以试 杭伯朗的管理事项 除了跟行政院秘书处相类似的之外 你们管了什么 你们管了 包括本院综合政策计划之研理事项 关于各机关韩院案件之理办事项 关于各机关之协调联系事项 这些都很少是在一个 行政院秘书处不会管这个事情 但是你们的秘书处 不晓得是处在管 还是组在管 还是市在管 刚刚主席介绍了你们有第一组 首席参事 第二组兼组长 第三组 你们这三个组的执掌 有定在你们的组织法里面吗 有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 你们告诉我哪一条 好所以我要告诉你 就是说 你们考试院的组织法第十条 把一般放在秘书处 错误规程的东西 放到了组织法里面 对不起这是本院要去修改的 那我来告诉你 你们的院会 我就对照一下 你们考试院会议规则第六条 考试院的院会是合议制吗 还是首长制 合议制 是合议制 合议制的话 司法院大法官 司法院的会议规则 他只规定了 院会是由院长主持 你们的第六条规定的 本院会议决议事项 由院长主持啊 就好比鸿海公司的董事长 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由董事长来执行 那董事长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CEO了 今天院长没有在这里啊 我想你们的院会决议 居然是要求院长 当院会的决议去执行 这里面呢 我再请你看一下 立法委员的职权行司法 我们管了这些事情 那你去看一看 你们考试院会议规则 把一些类似职权行使的 规定在你们的会议规则第十条 报告事项 那这些东西我就不再赘述了 再翻过来 你们的第十一条 我随便念几个 本院施政纲领 年度施政计划概算 法律案 院核准之重要规程 点是委员长人选之决定 院部会共同事项 出席人员有关考询 事项之提案 这个是类似职权行使的东西 你们定在会议规则 请问你是不是 你们看过立法院的会议规则 意识规则 意识规则是在讨论 这些东西 讨论事项的内容是这些吗 你要不要参考一下 我们本会的意识规则 我向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考试院的会议规则 这个刚才委员所讲的 我们做一体的规范是每 有没有比较重要比较不重要的 每一届的考试委员 依据主客观的情绪 好啦那我继续问下去 我统计了一下你们近四年来 考试院院会讨论的事项 再来说我 主席跟您要求一点时间 你们院部会 还有两分钟 院部会发布的 应由院长核定的事项 在我看来这个很重要 结果你们在过去四年的院会当中 他讨论的次数高达169次 弦见很重要 比他更重要的是 出席人员有关考权事项这提案 考试院到底是一个类似立法院的合议机关 纵使事实上司法院他的会议规则 也没有说看到司法院的大法官 他们都在讨论的事情会 出席人员有关考权议案的提案 来我们再看一下你们的第五章 你们的审查 你们的审查当中的洋洋沙沙 有全院审查会小组审查会 好这个合理啦 这跟我们执宣性当中的分委员会来行使 听起来考试权的考试委员很像立法委员 来我们看近半年的考试院的审查会 你看看我这样统计了 你们院部会发布的应由院核准的重要规程 很重要 有十次 结果你们出席人员的有关考权事项 更多13次 我就很佩服 考试院的委员到底是立法委员 还是司法院大法官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 最后的时间 我给我们考试院的秘书长 给考试院一个建议 因为上次我们修了考试法 委员们很有意见 很有意见 如果没有再占到宪法本文跟政教条件的体力 我们接下来会去修改你们考试院的组织法 同时我们会订定考试院职权行使法 把你们会议规则当中 类职权行使的东西有法律规范 不得到有考试院以会议规则来行之 那也建议考试院开始思考一下 好好的整理你们考试院的会议规则 参考一下司法院的会议规则 会议规则就是开会的方式 如果司法院的委员 考试院的委员在考试院院会 是要行合议制的话 那至少好歹不要叫院长去执行院会制决议 毕竟你们有二部一会啊 那是行政部门 考试权基本上比较接近于行政权 不要把自己当成立法院当成国会 以上谢谢 好 来没有想要说明吗 是 我现在我也说明一下 这个考试院会议决议事项 由院长执行之 因为考试院是合一制 只有院会通过的决议 才能代表考试院的政策和立场 那请问司法院的院长要执行 司法院院会的决议啊 司法院的大法官的决议 那当然啊 那当然是要执行啊 那院长是代表行政体系 所以院长要执行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决策体系和行政体系是分开这样子 谢谢委员 谢谢 好谢谢 一定贵 好谢谢 中嘉宾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李委员贵敏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以及我们行政团队的成员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麻烦请这个待会问到相关的问题 我就不必这个各自点名 你们就各自负责的人可以回应的 就拜托直接回应 那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首先我要问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心灵肺炎的对于经济上面的影响 其实是蛮大的 那在那个2月初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那个劳退基金啊 他就把他的今年第一 就是1月份的 他的那个基金的这个经营绩效呢 他就在网路上面他就公布了 他就公布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从12月份呢 到12月份他的基金的成效呢 11点多percent 到今年第1月份的时候呢 他的绩效变成负的 负的7点多 这是劳动部出来的一个这个资讯 可是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啊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 很抱歉 我们就看不到这个 退辅基金 退辅基金很迅速的跟着劳退基金 一样把这个相关的讯息呢 我们在 当然您的报告上面是有啦 但是问题是说 在网路上面 公开的讯息上面呢 我们都找不到 我们都找不到 那我们在公开讯息上面呢 找到的呢 反而是 您到这个 去年4月份的 这个 绩效 您到去年4月份的绩效呢 看起来就是相对应 下一页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看到这个 去年这个相对应的这个 绩效的一个情形啊 是您在这个 自行经营的部分呢 你的这个百分比 是只有2.85 那你的委托经营的部分呢 是11.29 所以我们要请问一下 当然我们知道 在后半段的时候 变动其实蛮大的啊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退辅基金呢 到底现在 退辅基金的 投资的 绩效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 今年1月份 因为新型肺炎的冲击 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全球股市大跌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 责怪 这个 操盘的人 不是 我们只想知道 在 劳退基金 它是负成长 负0.7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退辅基金 现在的成效 是多少percent 报告李伟 那我们退辅基金 1月份的绩效 是负的0.88 我们在网站上 都有公告 OK 所以 那这个部分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 在您的报告里面呢 我也没看到 在您的报告里面 退辅基金的部分 您听到的大方向 就是说 这个将来一部分 委外的部分怎么样子 可是我完全没有看到 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 因为基本上来讲 退辅基金影响的国民呢 其实还蛮大的 那每一次呢 退辅基金 如果你的投资成效 不脏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又要去砍别人的 这个退休人员的 这个他的这个退休凤啊 等等的情形 这样很不好啦 那所以呢 我会建议 就是说 我们的退辅基金呢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是不是以后 也能够比照 像这个劳动部的情形 这个随时让大家知道 这个基金的 这个收益的状态 他的财务的状态 也让我们的行政单位 也知道嘛 不然的行政单位的概念里面 可能跟我一样停留在 去年的这个 四月份的情形 所以呢 就会认为说 哎 这个绩效不张 那绩效不张呢 就开始就说 哎 是不是退休的人员的 退休凤或者相关的 这个福利措施 又要去大砍他 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误会的情形呢 如果能够从我们 退辅基金提出来的 相关数据上面 一方面也安定民心嘛 尤其在现在 这个 新型肺炎 对于经济冲击 对于人员的就业等等 这些的情形都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之下 如果能够把相关的讯息能够很快的很透明的公开化的话 会不会更好啦 好 刚刚立委所提的 我们在今天的报告 第五月是有提到 第五月的 第二项 基金整体运用绩效 有提到今年 109年到1月底的 绩效 就以实现收益加基于 未实现的损益 期间收益率是 负0.88 是有提到 那另外 有关在网站公告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比 劳动基金 早一点公告 因为劳动基金所管的比较多 他们管好几个 劳退薪资 劳退秀资 劳保 还有国保 所以他们公告 通常都是比我们晚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 网站的公告的速度 是比 劳动基金运用局所公告的那些 还早 好 谢谢您 那最起碼我这边有您的这个承诺 就是 前面的部分 那我们没有查到说我们的书师了 但是最起码说有您的承诺就是说将来每一个月的这个情形呢 你都会在网站上面让全民了解你的这个投报的一个情况 OK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要请教您的 第二个问题呢是在您的这个报告里面 您对于这个基金的有关于你是自行运用或者是委外经营的部分呢 你在你的这个报告上面呢是有说自行运用的部分占了57%多 然后委外的部分呢占了你42%多 所以简单来讲你自行 经营的部分呢比例是比委外的部分是高的 但是呢 在相关的讯息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你在国外的部分 基本上来讲你的资讯我们是可以了解的 可是你在国内股票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细项的部分呢 我们基本上来讲看不到的 那是不是请这个您能够说明一下 究竟国内的目前的这个您投资的一个状况 它的portfolio投资组合是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波的新型肺炎的影响之下 有一些行业它可能因为这个锻炼的关系 所以它可能它的不管是人员也好 或者是它的原料也好 它可能没有办法从这个中国大陆取得 那么它可能在别的国家呢 它可能也没有替代的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股市上面来讲 它间接的也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有一些的厂商呢 比如说跟口罩相关的 它可能就它的这个获利呢 就当然也就有突发的这个状况 所以对于国内股票的投资的部分 是不是也请您说明一下 是因为我们国内自行经营会比较多是 因为很多是停泊性的资金 也就停泊在台币的存款或外币存款 那实际上 委托经营的部分会比我们同人自行 经营自行去投资股票的部分 部分其实是比较高 那另外委员关心 究竟我们的投资组合 这部分因为所有基金他们在运作的时候都不希望让 外界马上知道说各个基金它到底出有哪些股票 出清哪些股票 所以我们会每半年才会公告退友基金已经处分 已经出清的股票的标的 另外就是说它投资标的比例出有前十大的 十大的个股还有债的部分 我们才会公告 因为如果说我们每天进出的部分都公告的话 可能会影响市场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比较谨慎 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公告 好谢谢 那但是呢 那个我刚前面谢谢您的说明 等我这边提到就是说 但您的资料上面为什么写你的这个 国内股票跟指数股票型基金 你的实际配置比例是14.14% 这个是这是你们的报告 跟您刚才的回答的内容不太一样 您刚刚前面讲提到那个主要资金是停泊在 这个这个这个台币的这个部分 那您的这个资料为什么会写的是14.14%呢 退伏基金投资绩效表 截至去年12月31号的为什么会是14.14% 对因为因为我们自行经营的部分刚有报告 有包括存款包括债券 包括投资股票和ETF 这部分是自行经营部分 那自行经营部分刚委员所提到的 这14部分是因为我们 是我们自己投资在国内的股票和ETF 那其他部分是放在银行的定期存款 或者活期存款 或者短期票券 或者投资在债券的部分 那委托经营的部分 大致上是委托这些资产公司 他们去投资大部分是股票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特别拜托就是说 那个相关的讯息 是不是能够 能够会后给我们 那个主席形容我 我提问题就好了 提问题 那个考试院的部分呢 在您的今天的报告里面呢 你听到了这个行政中立 你的这个研究啊 你听到你行政中立的研究啊 可是我们知道 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 我们的内政部次长呢 就没有遵守这个行政中立的这个状态 那我不知道您的研究的部分 跟实际上面的情形 是怎么样结果 也拜托会后啦 也拜托会后给我 然后呢 你在这次提出来说 你的要优先适用的法令呢 你说优先通过的法令 是监视法啦 但本院委员里面 有很多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委员 也对应这个提案呢 他们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说 这个监视法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是不必要的 是不是也拜托这个 这个秘书长 在会后呢 能把你们研究的结果 相对应 因为本院委员也有提出来了嘛 他认为应该要废止的 你的这个评估的东西 如果也能够提供的话 那么就 非常有利于我们决定 他究竟是不是应该 列为优先法案去审理 还是应该是 像委员所讲的 其实应该要废止 以上谢谢 好 谢谢李委员 那就请考试院就 李委员刚刚的两个问题 看就是书面答复 好不好 好 是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刘委员 释方发言 谢谢主席 我要咨询的部分 大概会牵涉到军公教的权益 还有考生的权益 所以有考试院的相关部会首长的话 那你们就自己来回答 第一个我想请教一下 目前我们的国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518人在隔离当中 那么军公教人员 如果因为疫情隔离 是否会影响到的考机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的人事行政局 已经有发函 到各部会去 可是我们全序部好像 或者是相关的考试员的单位 好像没有做这个因应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 全序部现在我们的做法是怎样 那还没有 你们不要那么急 因为目前只有518人隔离 假设按照我们人口比例 尤其是三成是军公教 但是未来 如果整个的疫情 一直延长那么久的话 也会影响到整体的部分 那未来它的考机的因应的话 要怎么样处理 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考试院 或者是全序部 有没有根据这个 做比较好的讨论的方向 请 谢谢刘伟 那有关 因为这次疫情隔离的部分 那这部分主要是由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那他发布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那另外 原事行政总处 他也会针对公务员的部分 那有关防疫照顧假 防疫隔离假等等 他已经发布了 对都已经发布 那这部分是 但是全序部好像没有 对这部分我们 因为 人事总处是他发布给行政院以及首属机关以及 够地方政府 那我们 会将 我们都已经将这些罕 转发给行政院以外的机关 就是总统府还有五院的首属机关 所以大家都会 同一个步骤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应该是 就是法制上都没有问题 包括军队的部分 国防部也列进去吗 因为国防部的考机 并不属于我们的考 对对 军队部分是 人事总处他们行政院会处理 是 我们只负责 我们只负责 教育 只是转发而已吗 对对 但是我要跟你讲说 你现在讲的这个公文 应该是109年1月30 就是1月30号韩文出去的 但是我要知道说 未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全序部都会完全配合办理 对 完全配合办理 但是我要问的就是 现在的疫情 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是结尾 所以未来的隔离的人数 说不定会扩增 也许会慢慢减少 我不知道 当然我们希望是慢慢减少 那如果有军公教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请假时数 已经超出了公务人员 应该给的假 不管是试假 或者是公假 等等这些 那未来 不会影响考机 那你们的主要的 这个考量的方向 除了因为配合疫情以外 是不是还会有 其他的SOP来打考机 或者是 譬如说我讲白点 譬如说本来我们的考机 是12个月 那现在因为疫情 或者是甚至在 卫福部服务的人 他们可能重复需要隔离 或自主健康管理 尤其是这些 有公务员身份的医护人员 那说不定他有一个月的时间 全部都在隔离当中 所以他的考机 是不是用11个月来算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我要问的是这个 不是只有发公文而已 是因为考机的评比是要根据 工作能力 随事等等的项目来评比 那工作的部分当然每个机关 他会就 机关所有同仁 还有包括特定的这个同仁 他的工作的状况来 评比 所以评比的话当然 会因为如果他是被隔离的话 这个隔离的期间 他当然没有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工作的话 他当然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不会说因为他少工作一个月 那别人都工作12个月 他工作11个月 那认为他的绩效就不好 不会这样 因为每个机关他在做评比的时候 他就会严守这些规定 那我希望全序部未来在考量这个考机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他们是配合疫情 是积极主动在配合 在希望能够减低疫情的这些军公教人员的话 应该是反而是应该给予奖励 而不是影响他的考机 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会特别注意 谢谢 那第二个我要问的就是有关这个 中国武汉肺炎影响这个国考延期的部分 我有一张图 我刚也听其他的委员在询问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2月的时候呢 跟医事人员相关的是如期考了 那跟医事人员没有相关 包括导游还有未来的这个部分 我想再请那个考选部了 部长是不是再可以跟我们重复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延期的过程当中 你选定的延期的日期 是根据什么样的因素考量出来的 好 谢谢委员 那这个 武汉肺炎的这个考试的一个安排 那我们在2月份 那这个顺利举行这两次考试 那基本上因为他是医事相关的人 医师 护理师 压医师这些 已经考过了我就不会再询问 那3月份的考试是比较复杂 因为导游领队的考试是有3万人报复 我知道你有提到说有因为外国人回来 来我直接跳下去 延期跟造就有两种不同的标准 这就是我现在要问的 先你看一下 我不想你那么看得到 你看得到吗 好来 你看一下 原定考试时间的导游跟领队考试 延期的时间是延到5月9号到10号嘛 那官务人员的话 4月多是没有调整 大地工程济师的话没有调整 警察特稿没有调整 医师考试的二试没有调整 那公务人员的高普考呢 7月3号调整到7月17号 那医师牙医师的部分 7月17号调整到7月25 中医师的部分呢 调整了到7月25 调整到8月1号等等 你看一下 我请教一下 这么多人要参加考试 请问你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个 你们会说你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 那如果你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 请看一下导游跟领队人员考试 现在延期时间在5月9号到10号 那个时候我们的疫情已经结束了吗 或者疫情已经可以控制了吗 还有外国人要参加这个导游领队人员考试 他来台湾的时候5月9号时候就可以如期考试吗 那如果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所提的延期时间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补偿这个应考人他自己本身的权益 这是第一个我要问的我们的SOP在哪里 那第二个我的SOP更奇怪的就是刚刚所说的 你从未调整的是4月到6月的部分没有调整 然后7月开始全部调整了有6项 那请问一下这个的标准到底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跟疫情的这个延烧与否 或者疫情的这个发展方向好像一点都没有关系 是不是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标准 巴浩委员基本上还是跟疫情有联动的关系 但是我要问一下但是请教一下 你把延期的时间讲成5月9号到10号 就是导游跟领队人员的考试 请问你们问过疫情指挥中心了吗 这部分我们有执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意见 那我们当然也期望在5月份疫情就能够这个稍反 那这个如果说基本上可以以这个佩戴口罩的方式就来应考 那这种情况像2月份的情况我们基本上还是会来 举办考试 你的意思是说如期举行是不是 如果到时候的情况 如期举行是不是 那如果要如期举行的话 除了应该戴口罩或者是没有办法来的人 譬如说我是韩国人 现在我们韩国到这边都有一些要自主的健康管理 或者检疫或者隔离的需求的话 那是不是就要全额退费还是半额退费 我们都会全额退费 都会全额退费 因为你们是根据国家考试偶发事件处理办法嘛 好那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三万多的口罩你们要先准备好 还有是不是做梅花座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如果会影响到的话 恐怕考选部的责任会不小 然后再来未调整的部分 为什么不要调整 那我先讲一下七八月的调整 这部分是因为学校开学延后的因素 那这个部分有借考场的问题 因为我们高普考考试动用到 13个县市政府的配合 还有13个考区 有40多个所学校来配合 那也在礼拜五到礼拜二 所以五天的考试时间 也在上课期间 所以学校借用考场有困难 所以就基本上延到7月17到18 就是学期结束 奇怪那为什么借用考场有困难 会变成是你们用疫情的方式 当然是因为教育部说他们的这个学校不够 那你可以把它变成是星期六星期天考试啊 因为它有五天的联系时间 所以不可能 是不可能 好那你来跟我讲一下未调整 那未调整的部分 四月份到六月份 我们目前是暂定了 当然也是期待这个疫情能够稍微减缓 那四月份的部分 我们目前也在评估 是不是能办 因为四月份也牵涉到 肾脏生的考试 那肾脏特考 尤其肾脏能源的这个健康的防护 这个跟防疫工作 也是会需要特别加强 所以这部分我们在评估 那是不是要延期 我们最慢在下个礼拜会做宣布 我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因为很多考生会很心焦急 第一个他们准备好了 本来在原定的时间内 现在出了状况 然后还有我们要公告的时候 麻烦你们能够公告周知 我就碰到有考生 他们要延期与否 他其实已经面临了考试前两三天 才知道这个状况 我想对于考生来讲 是不尽公平 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考选部在周知的状况之下 一定要能够告诉他们 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配合疫情指挥中心 但是也配合教育部 或是配合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 我们的国家的这个 边境防疫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说清楚 抢明白的话 容易引起考生 对于他们自己 考试权益保障上面 出了状况 好吗 那另外我要再询问的 再来说 就是说 如果万一没有如期考试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 所有公务人员 他们自己能够变成 正式公务人员上面的旗程 这个也要把他们的保障 算在里面 在我们的考试院 或者是考选部内部 在开会的时候 可以把它列进去 我们讨论 然后做对外公告 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刘诗芳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赖委员相邻发言 好 主席 各位同仁 还有各位部会的首长 我想在这里先 也就叫那个全序部 好 刚刚您在回应这个刘委员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 您有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宣誓 就是说 即使是公务人员 他受居家检疫隔离 或自主健康检查的这个 这个 期间 其实他的权益 是不能有任何的打折的 对 好 那在这个 这一次通过的特别条例里面 也很清楚提到 他的这个 不利待遇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禁止的 所以他跟烤鸡部分 我认为是 不可以有任何的联动 是 那基于这样我认为 全序部也可以 呃 发含到各地方的政府 各级机关 去再一次强调 这个特别条例 没有分公务人员 跟民营企业 好 那所以如果基于这样 而必须在隔离的这个要求之下 造成无法执勤 或者是照顾家人之下 是 必须要有这个隔离的照顾架 这都还是 呃 期待就是说 政府自己带头 千万不要对于我们的公务同仁 有让他们觉得说 因为他是公务员 他变成次等的被保护对象 他因为是公务员 所以他要牺牲自己完全 完成这个 这个国家 这个东西我认为 在现在的时代发展之下 是不能再有这种差别待遇 是 所以请全序部要确实的去 周知各级政府 跟各级的这个单位 是 那第二我想我就今天也就叫这个 比较尖锐的问题 就是我过去在社运跟公运 我也长期的去支持公务员的权利 我想郭主委也在这里 到底考试院全序部保训会 你们赞不赞成公务员主公会 你们到底同不同意公务员的结社权 不是只有协会这样的一个类似社团 如果是公会 在这次防疫的这个阶段里面 我相信会有更多前瞻跟更严谨的要求 要求政府也要求公务员自己 也要求社会正视这个问题 以这次来讲 在医护人员的这个 这个得到蓝衣的这个状况下 就是一个他们的发声管道 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再者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强调公务员的保障 还是在考试的公平性 还是在考机的这个比例性 还是在一种就是他们是国家公职 所以发言权话语权 全部交给各位部长跟主委 我认为是不公平 所以对于基层的公务同仁 他们的结社权要请考试院也好 全序部也好 慎重考虑 他们到底可不可以组公会 那郭主委在这里 国外我们去参访 不管美国欧洲 哪一个公务员不能组公会 他也许拿掉罢工权 但是他的这个集体协商权 他的议约这个个别性差别的职业 要求的工作条件 福利待遇 是可以分门别类制定专法 修订专法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延宕那么久的议题 我25岁毕业做工运到现在已经25年 我一直觉得台湾的进步在这里是原地踏步 所以我慎重也请考试院全序部保训会各位 在研议一下是不是近期真的可以考虑让公务员 特别是业务性质特殊的公务员可以组织他的公会 可以有哪一位回应 是刚谢谢赖委员的意见 那因为我们公务员跟国家关系是公法上的职务关系 跟劳工和雇主是司法上的劳固关系 其实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这边是认为说公务员协会的部分 那现在已经有成立那希望强化公务员协会的功能 包括刚刚赖委员所提的开放专属性的组织 可以跨机关来组协会 或者速度换官协会得协商的事项 我了解 那另外编砍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要朝这个方向来做 我知道答案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在劳动局 我的同仁说要组公会 我说你组啊 你组我来核准啊 公务员说公务员法 没有给他们这样的特殊待遇 那我想这个郭主委更了解 所以是不是真的审慎研议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跟我今天想要特别咨询的 就是在公职人员的健康权 还有他的这个职业权上面 结社权是我今天特别提出来的 那今天回应这个各个单位提出来的报告里面 下一页 有讲到我们这个市至785号的这个内容 我看各个部门都已经有提出来 你们是有要面对特别的职情性质的公务 更务同仁 特别是警销或者是医等等 他们在这个市至785号上面呢 已经很清楚被提出 他们在扶勤时间上面没有合理上限 他们的休假跟扶勤之间没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这些问题应该三年内还是要请各位提出来 怎么样子做一个研定 下一页 那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同时提到说就是因为扶勤时间的上限不明 休息中间的间隔不明 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加班工时能不能换补修的期限不明 所以这些呢也在这个785号里面被视为是要修订的法规 所以不管是公务员的保障法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法 都要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下一页 那所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消防 在他们的一日就是座衣修衣 我们一般老公就讲座衣修衣嘛 那他们比较文言叫勤衣修衣 趕快的事情 就是中间的间隔休息到底能不能像劳基法讲 虽然大家很不满意 但是间隔11小时最差还要协商才能8小时 这个中间休息是必要的一个劳动条件里面的 让他的健康权 让他的身心回复的状况 是可以列入法规里面的 那这个我相信在现在的 不管是警销或者是基层的一些协会 你们刚刚讲的公务员协会里面 他们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谁定出标准 请问是在全序部还是这个保训会 到底谁要定出这个基层标准 郭子伟 报委 那么785号解释这个部分 大概三年内订定必要合理的框架性规范 这是保训会在处理的 但是因为修法它的旗程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 那么我们有组了一个咨询委员会 一个小组在处理 同时我们要做一个专案研究 还要跟相关的部会来密切沟通 包括人种这些 所以三年的时间其实也算蛮紧的 所以我们会在如期 会在三年之内定出这么一个必要合理的框架性规范 所以在框架性里面 你们现在有没有初步的一个看法 特别是刚刚讲 它如果是因为职勤之间的休息时间 必要的这个间隔 再来是它加班补修 基本上你们有没有换一个加班费的概念上 因为我现在知道公务员的加班费 会只有一比一的算法 不像劳基法还有一点三三一点六六的算法 还有假日出勤还要一加一 甚至休息日出勤这个主委你设计的要一加三 请问公务员可不可以这样子 现在可能还维持上早 但是因为才开始嘛 所以我想经过专案研究 然后跟相关部会商量 包括跟专家学者请教之后 我想 我想你就是专家啦 你在劳动部的这个 我不敢不敢 大概我想专家很多 你一定要先提出 我认为再推到下面去 公务员对你们这个长官就是有点不耐 就是说要等到何年何月 谁要先出牌 当然是这个您这边先出牌啊 我想这个跟修劳基法不一样 是因为劳基法本来就有 所以我们去修它 现在这个是没有是一个比较开创性的 所以还是请教 所以需要深重一点 请教主委 就是说在现在职安法 您当时也知道 为什么公务员的这个职安保护 要从职安法里面拖出来 另外设计一个公务员自己的职安法 为什么 不是从哪里面拖出来 是原来在保障法19条的授权规定里面 我们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安慰办法 是 职安法定定的时候 原来是适用一个业 但是后来那个时候 因为怕公务员有很多 其他自己在保障法里面已经有规定了 所以说排除 用公告排除 那现在你们再倒回去 还不是要援引职安法的六条二 你们是一样的东西在那边循环 循环 希望能够回到职安法 回到 那请教现在你们有没有调查 各级的政府 有没有订定这个 这个有关这个 过劳指引的相关执行计划 有没有去检查 你们有启动自己公部门的劳动检查吗 没有检查权 这是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要修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适用到职安法的话 未来就会跟劳动部去合作 是不是增加劳动检查人力以后 就可以来落实检查的机制 对 那现在目前没有 但是我们在修这个 希望能够适用职安法这个部分 目前为止可能要先修保障法 然后再来订定自安法 里面的那个华护办法 谢谢主委 您是专家 而且你也责物旁贷 我想大家都期待 公务人员留在国家的这个服务里面 可长可久 太多公务人员 一而两年不适应就离开 高考进来的优秀人员就离开 我觉得这不是国家之福 所以很期待考试院也好 全序部保训会也好 真的把我们的基层公务人员 当作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 所以他们的健康权 他们的结社权 他们的职业保障权 希望慎重对待 能够结合第一线工作同仁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赖湘林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蔡委员易于发言 谢谢主席 那我先请教 我们考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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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请教许部长 那就是关于 因为现在这一个 武汉肺炎的一个期间 那我们知道说 以目前所规划的一些国家考试 那我们 呃 包括说 三月份的导游领队 他会延到五月 那我想请教的是说 呃 目前这样看起来齁 就导游领队的一个考试 已经确定延后 那在今年上半年度 至少还有 官务人员 身心障碍人员 那以及军官 要转任公务人员 那相关的考试 大概都是落在 四月到六月这个阶段 那你们如果 那你们现在针对 这个疫期跟 疫期的一个 目前的状况 那你们去评估 之后的考试 会做怎样的规划 好 是 八委员 那这个四月份的 官务跟身心障碍的特考 这部分 呃 是四月底的考试啦 那 那因为身心障碍人员的 这个 健康的考量因素 也必须要特别衡量 所以我们 因为疫情发展最慢 在下个礼拜 就会 这个 决定是否要延期考试 那六月份的考试部分 因为 我们希望到时候 这个疫情能够好转 所以我们目前 是 还没有这个考量要调整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 4月25号的 这三项考试大概是 比较会进入评估阶段 是 那我想请教的是说 因为毕竟 考试齁 这个对于 在准备考试的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生涯的一些规划 是 所以如果 未来的考试 它的情况是 疫情是 比方说 还是像目前这样的状况 那你们的考量 有一种就是考试顺言嘛 就是延后 那有没有可能是 在于说 增加考场 然后让他继续举办的 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吗 像在二月份 我们已经完成 两项 医事人相关的考试 这一部分 我们就有准备备用市场 那备用市场 就是针对一些特殊的 像那时候 就是有港澳 刚回来的 这一部分就进入备用市场来考试 那未来我们也会考量说 如果说在借用教室方面没有问题 我们目前大概一个教室是30位考生在考试 那我们也会考量是不是能够再减少 同一个教室 当然报名跟考生实际到考率是有蛮大落差 所以 所以不过这方面我想我们在空间上 只要学校能够配合 我们尽量能够多准备一些这个空间跟教室 就是空间就是备用市场 以及说教室每一个考场的人数 这个是可以说事先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那针对刚刚就是讲到的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 像之前这个鹿港澳籍的一个考试 那你们是用备用市场的方式 那我请教说 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这个备用市场人数是多少人 一个考场 备用市场过去已经完成这两次 大概就是两三个人 没有 我说一间考试 一间考试还是可以做到30个人 还是做到30个 那如果是备用市场 因为像鹿港澳籍你们用在备用市场 当然它的考量就是这个防疫风险高 既然防疫风险高的话 你们怎么还会把它规划在30人的备用市场呢 为什么不把它规划成10人的 还是其他的一个安排 基本上那个空间是一样 那我们会是每一次报名 应考人的这个对象不同 那有需要的我们就会增加 那实际上 不会用到真的30个人去用到那个备用市场 大概大概这10个人以下 才会用那个备用市场 因为备用市场的状况 它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特殊性的 还是有另外一种是说 如果在考试前或是考试中 发现有考生 他是感冒的 他的温度超过37度 那他就要马上转到备用市场去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备用市场你们没有 额外的一个防疫的一些 比方说他的考试的距离加大 或者是他考试的空间 把它变成说在相对 比较封闭性的一个空间的话 那是不是在备用市场的考生 反而会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这是我的建议说 你们能不能在这部分再做精进跟加强 是 备用市场基本上 我们都会让考生做的比较远一点 还有也会 我们当场都有护理师会在做评估 对 是 好 那没关系 我想你们这个 因为我也没看到现场 那我只是提出我的几个疑虑 那我希望说如果是用备用市场的考量之下 就应该要站在说 避免他们考生之间会彼此因为发烧 然后有去传染的可能性 应该要从这个出发点去做处理 这样好不好 是 好 那第二个 好 那没关系 部长这部分就OK 那我接下来再问我们 呃 我们那个郭部长 郭主委 我们那个保讯会 是 我也好 主委好 那主委 我现在要针对这个大法官4至785号 那他是讲到关于外勤消防人员的一个勤修的补偿案 然后大法官也树立了所谓我们公务人员必须要把这个健康权的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定义 那目前我们这一种所谓对于呃不管是警察或者是消防人员海巡人员或者是医疗的一个医疗人员 那尤其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在这一个防疫作战的期间他们都是第一次 而且他们的工作很辛苦 那我想说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现在很辛苦 那大法官785号解释也告诉我们三年内必须要把所谓呃这一个超勤的超勤工作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状况要做修法 那我们能不能做超前立法就是说相对应的条文我们呃相关部会先把它提出来 用超前性的先提出我们未来要修法的方向 那我们看到这个方向后也许我们每一个委员每一个立委可以再提出我们的相对意见 让这件事情不用等三年及早进入讨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邦委员这里面牵涉到是工时还有加班补偿等等这些议题 没错 其实相关的部位还不少包括全序部包括人种包括保训会 所以沟通的过程可能我们要先做一个专案研究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讨论基础出来之后 再去谈另外一个讨论基础 你都没有定座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期程现在三年还要预留在立法院修法的过程大概最少要一年了 好那你留给立法院一年那你两年内你要怎么规划 今年开始我们已经启动一个状案研究了 今年才研究然后明年提出然后第三年才要留给立法院修法 同时来进行沟通跟人种跟全序部来沟通 所以会尽量快一点提出来以后 因为在立法院过程有一个议告的期间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当然嘛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行政部门先提出你们应觉得怎样的合理 包括说现在所谓超勤今天这件事情 在直辖市跟非直辖市就有很大的不公平 也不是说直辖市跟非直辖市 在于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县市跟财政状况不好的 我们嘉义县的超勤今天就是一万两千块 县政府也没有办法再挪出预算 那在嘉义县执勤的公务员就比较不公平吗 他们又比较不努力吗 没有他们一样一样的努力 但是限于县府的财政状况 不要再腾出更多预算 所以不能把县市他们遇到的财政不公的状况 然后把它转嫁给公务员 造成公务员在我在选择工作场域的其他的考量点 我觉得这些东西做不公平 所以这件事必须要修法 那大法官785号解释中也隐含着要消除这样的不公平 那如果连这件事情我们都要依你刚刚讲的规划的旗程 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包围但是在我想大法官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它是一个开创的做法 所以才会给我们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尽可能的来 大法官三年是死线 那我们真的要打拼要做 我们是可以超前立法的 我们会尽量的来控制这个时间 你们半年内提出来可不可以 半年可能专案研究室就要半年差不多了 这研究没那么久 认真讨论三天就可以讨论出重点 再来拜完新条文 这个知识提到 这个要很慎重 弄出来像刚才委員讲的 每一个条文件事都不一样 那慎重的是在你们把条文丢出来之后 会有社会面不同面向的所有检验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们先把条文伸出来 接受社会的检验 就是让所有的考量点都会进来 你们不能把时间 就是社会检验的时间 都压缩到剩下最后一点点 那剩下的时间你们有没有在讨论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会期的业务报告的时候 我们都把这个进度 在委员会里面报告 但是我不希望这件事你们 就是实现压三年 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尽早 目前是这样子来规划 但是会尽早来进行 因为相关的部会的进度 我们大概也很难说 全部都掌握在保新会这样子 当然不是只有你们 这件事我知道 可是我认为说 你们可以更超前的去做这件事情 把你们认为的 相对应的一些条文的修正意见 至少你们认为哪些部分 不公平需要被修正 这个事情你们就可以快拿出来 好我们尽快来加快这个角度 好加快 我还会继续问 是是 不是这样就算了 不用不用 好加油 谢谢 好谢谢蔡委员 是不是请保训会 把你们这个 现在要演你的这个期程 包括你的专案是多久 然后接下来专案是要做什么 期程 还有每个期程的时间点抓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哪边可以再加快脚步这样子 是我们把那个 我们规划的这个期程 然后送给 送到委员会来给大家 对 用书面给委员会还有这样子 真的不是用三年的时间 你把它抓出来 我们再看哪边可以再加快 这样子 好 谢谢蔡委员 接下来我们就请政委员立文发言 谢谢主席 我想要继续请教这个 呃我们这个 呃 群续部啊 部长 周部长 有关于 对 退伏基金的部分 刚刚有听到您的报告 那我想进一步的 请教 因为刚刚那个 呃 呃 柜民委员在请教你 就是说有关于这些 投资项目啊 实际配置的一些比例嘛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部长 就是说 所以 呃 去掉 自行运用的 比如说 债券啊 存款啊 国内 我国外的股票 指数股票型基金这些东西之外 齁 那下面就是委外经营的部分嘛 那委外经营的部分 有国内委外经营 跟这个 国外的委外经营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 所以 照这个表格来看起来的话 你的这边的 国内委托经营的部分 跟国外委托经营的部分 应该全部都是股票咯 欸 不一定 大部分股票 但是他们也有配置债券 他们也有配置债券 因为你已经有自行买卖债券了 但他们还是有配置债券 因为债券他们会去投资 因为他们可能有他们的看法 所以债券的部分也比较少 比较少 但是绝大部分是股票就对了啦 可以这样讲啦 对对对没有错 那因为第一点啦 当然我们还是关心疫情啦 是 对于整个经济跟大盘的冲击 那未来投资 退辅基金投资的绩效 会不会有所冲击啦 是 所以说就 第一个部分先请教这一块啦 因为 我看到你们目前的绩效是都还不错 包括 今年一月份 因为刚刚那个桂民委员也在问嘛 一月份的部分 虽然现在最新的 我看到你们的数据是 虽然 绩效是负的0.88 对 整体收益是赔了52.9亿啦 接近53亿 是 但是就整体 如果就整体 台湾的股市的大盘 还不要讲 因为台湾的股市大盘 还比国际股市大盘 表现还比较好 是 那相较来讲 我们的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损失的 其实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是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今天关切的是未来 有关于这个 武汉肺炎 对于整体全球经济的冲击 恐怕会很深很远 包括 头版头啊 还讲说 这是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最黑暗的一周的股市 全球啦 台湾还好 但是因为 现在 对 就是说这个疫情 对股市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其实还没开始出现 才刚刚开始而已啦 未来可能会更深更远 那么 所以就这一点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 会不会考虑就是说 把现有持股的水位往下调整 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讨论过 有没有做过 紧急 未来可能需要紧急应变呢 是 因为这部分 整个国际的经济情势 还有股市 债市 到底会怎么样 其实 很难有一个标准 对 没错 我们每个月都会 邀请外面的专家 来开咨询会议 会提供我们很多的咨询意见 那另外 我们上面的监理会 的委员顾问 也都会提供我们很多意见 那我们必须要中央判断 这样的一个情势 到底 会不会 对整个经济 还有整个市场 会不会影响 像美股 道琼 一下就跌了1100 那 过两三天又涨了1000 所以像这个都是很难判断 但是 他跌他不会一直跌啦 他会这样啦 对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判断 一直跌就完蛋了 对 好 那 那请教一下这个部长 就是说你刚刚讲到 当然啦 因为你也不是负责操盘的人 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提醒你 那我是不是可以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委外操作所受托的投信公司是 是哪家 国内国外的 非常多 就是说因为我们 从开始委托到现在国内国外都非常多的批斥 也就是说 你们会公布吗 对 委托哪一家都会公布 因为我们都要经过 尊选 那尊选当天下午 尊选王民就对外公布 那通常是一次尊选大概四家到五家 对 那每家大概比如说五十亿这样 对 那所以 累积下来现在大概有非常多可能一或四家以上的 那个国内外的受托的机构来帮我们在操作这些股票 那像国内 国内大概百分之九 那国外部分刚刚有提到三分之一三种有 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部分 那收取的费率呢 对这些受托的投信公司他们所收取的费率呢 你们也都有一并公布吗 对收取费率 因为收取费率的部分 因为要看它是相对型还是绝对型 所以还有每个比如说债券型和股票型 它的收费都不太一样 那你们会公布吗 你们会公布吗 应该在那个都都不会公布 不会公布 对对 因为我们那个那个绩效的部分 有绩效的那个奖金 也就是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它的管理会就会增加 那做得不好的话 它就会扣它的绩效的管理会 所以就我们会看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上网去查 你们现在所受托的投信公司是哪些家查得到吗 你说只有 对我们都包括到绩效 那我们都会公布 在我们的电子报里面都会有 还有网站都会有 就是说它哪几家 它受托这几人 民国几人 它受托哪些委外操作的 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第一个 马上可能全球经济 会受到非常深的冲击 那未来这个退伏基金的投资 必须要有阴影的方案 那第二个就是说 所以具体来讲的话 是不是持股水位会向下调整 因为这恐怕是最直接最冲击的 第三就是 我有看到你们这个表格里面 国内股票及指数股票型基金 就是指的是ETF 那这个部分的比重 有没有可能可以再拉高 我不知道比重是多少 所以比重有没有可能再拉高 因为比重拉高的话 那就是你租长配置 如果说为因应疫情的话 如果整个股市会比较差的话 那拉高反而是比较不利 对啦 我就是说 平常就是如果不是疫情的期间 不是疫情期间 我们会看整个前景 如果说前景好的话 那当然我们会投资在股票的比例会很低 因为它这个风险比较低啦 比较平稳啦 因为它就是等于是接近大盘的指数 ETF的部分 对啊 ETF我们现在也投资蛮多了 那这部分我们当然会 海外艺术是在这的时候 是是是 它就比较没有 一二一 那现在整体来讲 我看全球越来越多投资ETF 然后感觉 反应都不错嘛 是 对 所以说就这个部分 谢谢这个部长 好 谢谢曾文 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的是 就是刚刚大家也都在关心啦 有关于考生权益的部分 请教那个考选部长 就是说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因为呢 呃你的报告里面有讲到的一些相关的考试的这个延期 或者是取消 什么的相关的问题 那我有一个比较比较具体的问题 就是说考生权益的问题啦 好 因为 陈时中部长昨天也公开的承认了嘛 好 就是说社区感染在所难免啦 事实上全球的专家都是这样讲的 那台湾可能现在才刚开始 那未来社区感染的部分 会慢慢的扩大 或者是快速的扩大 不知道 好 那么 在考试 国家考试的时候 如果有考生 他并没有确诊 确诊我们就比较没话说嘛 那他如果没有确诊 可是他是合乎必须要居家隔离 那他知道不能出来科学啊 还是说你有什么因应方案 还是说 他就不能考试了 是 请教部长 好 八委员 这部分 有关于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的应考人 那他的应考检疫 我们目前已经在研议 那 这部分 如果说他们要参与考试 那将来可能也需要地方 因为我们考期相当多啦 那也需要地方政府配合 所以 地方的卫生机关单位 还有 相关的这个 监考人员等等 还有一些这个必要的配品 包括口罩等等这些 我们 在 近期内 大概 就会召开专门会议 怎么样子 有没有办法真的来提供 这个 即家检疫跟即家隔离 没办法出来的 那 的 保障他们的应考前 上去应刀 那你怎么办都要兼考啊 对吗 他要怎么出来 他根本就不能出来啊 对 要不然你考试卷整个通通都要消毒 要有一个隔离的空间 不然他怎么考 所以这部分也牵涉到教育部的这个 国中会考 或者计策统策 那教育部 在3月3号也讨论过 事实上 他需要 动员的这个 防疫的能量 还有能源相当的多 很庞大 但是他也很无辜啊 对 他可能根本 有没有 传来嘛 不知道啊 他没有台无级 去用管理家的两个月 结果 科学也不能考 所以我们有在召开 会召开专家 跟这个地方政府的卫生机关 大家还有 还有我们也会邀请卫武部 共同来讨论 有没有 对啊 这可能要及早啦 因为可能会影响考生的权益 这是考生最关心的嘛 他这边没扣到差很多耶 我们有在研议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郑立文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吴委员欲勤发言 那在吴委员发言之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与会的 考试院的官员们 大家早 我 因为一直在社会福利 所以 有几个问题 可能还是跟社会福利有关的 考试制度 可能要请 第一个问题可能要请李秘书长来回答啦 对有关下一页 这个声音障碍 这个资料可能太小了 基本上是申请公约里面 有些检视的清单 我知道102年 我们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 修正通过删除了 针对合格医师证明有精神疾病者 不得任用公务人员 这样的一个条款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也附带决议说相关的这个 相关的技术人员方面的法规 也应该以并来讨论 其实我们上届 我们立法院其实通过非常多的法案 都在讨论精神疾病拿掉 让他能够有参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机会 这也是申请公约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103年 我们台湾这个施行法已经通过 所以我们大概都全面的在检视 所有的法条或是办法有关对于 这个声音障碍的一个公平参与的议题 那我们在100 这个 这张表是108年 行政院在申权 推动小组上面 在提到的 有关我们申权公约的一个 优先检视的这个 进度里面 这是一年前的资料 里面有全序部跟考选部 大概还有12部 可能是相关的执法啦 都不是谋法 那不晓得现在检视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知道 对不起有点小字 那里面这大概有 司法官考试的规则 还有就是民航人员 外交人员跟这个 原住民的相关的 不晓得检视的情况如何 是不是都全部检视完成了 考试验或是 还是秘书长要回答 谢谢五位 这一部分我还是请主管机关 那考试验 包括委员 考试部的部分 都已经前面 这个调整 那有一部分已经送考试验 这个通过修正 那有一部分 目前这也都送考试验来修正了 那所以全序部只有一个 应该大概修正完成了吧 我们都会照这个工业来做 好 这个又要问 应该是考选部这边 因为我再进去看了一下 司法官的考试的规则里面 他其实写的 确实是有 遵照生权工业的讲法 有客观事实足认为 身心状况不能执行职务 这个这样写法是 比较 我们上次在修法大概都这样 可是我又看到原住民的 这个规则 他因为这个职类是在 法务行政 所以他的写法是 罹患精神病或精神状况 违藏自不堪生任职务 法委员 这个我们已经抱怨在修正了 在修正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又跟 对 对 我们现在全部是跟司法那一样的 因为都是司法类的一个行政人员 所以请你一并再检视一下 因为我大概都上去看了一下 好 谢谢我想这应该尽快好不好 这个什么 因为这是行政命令 所以应该是很快 应该这两个月都会完成 这两个月都会完成 好 我会持续最终 好 谢谢 那我接下来要问的是 我们全序部这边 全序部最近 刚刚周周部长也报告了 有关 这个直组跟直系的配套措施 在去年的9月18号 你已经修正 第13次的修正 算是通过 那今年的1月16号 就要全面来实施 它最大的改变就是 从96个直系 调整为57个直系 还有一个大的转变是 43个直组 变成25个直组 是 所以这部分我就要来跟你讨论 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公布 我之前没有参与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布中 我们有点疑力 要跟您再做一个讨论 来下一页 在我们的这个 限职公务人员的调任办法里面 大概有提到说 12直等以上 当然就是 所以都可以调 等系都可以调 那可是12等 12直等以下是 可以在同 直组 各直系里面 可以调人 对吧 这个我们理解没有错 所以原来的 刚刚提到的 原来有43个直组 变成25个直组 变成25个直组 就变成大家流动的 机会就大了 因为可能病了非常多 那我特别关注的是 综合直组下面的 原来有 普通行政文教新闻行政跟 博物图书管理行政 现在并在同一个叫综合行政 对 所以变成这个直系里面 或直组里面调动移动 的可能性就变大了 对比较容易 那当时的利益是什么 是希望公务人员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流动跟这个 对因为这样的话 机关首长他在调动人士 比较会有弹性 那我们是希望这个朝向 就是说比较通财的方向 比较通财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 因为比如说社会工作直系 是不是以后可以调到 土书文史的档案管理 这样就同一个都在同一个直组里面 对同一直组当然就照规定就可以 好等一下 那我们都是都经过讨论 哪些主系要放在哪些族族 我们都 都有讨论过 都有要求相关机关 都有跟我们的各县市政府机关都讨论过 对对各机关相关机关都有讨论过 那我就是接下来要请教了 因为我们的公务人员的下一页 公务人员的考试法里面 就是有一个规范嘛 就是我们高考普考跟初等考试 那这个部分希望的是说大概在三年内 服务三年内 及格的人服务三年内 不得转掉原分发任用的主管机关以外的 机关或学校嘛 就有点有绑住嘛 三年嘛 为什么要绑三年 你们大概也知道 希望人是不要一直异动嘛 不然我本来要真的是这个专业人才 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结果他一进来就跑掉了 是 好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原来用意 可是我们又在考试这个 私行系者里面 对于这个所谓主管机关又很大 如果在中央的层级是各部会委员会 那这个地方就直辖市 县市政府的机关跟学校或乡镇公所很大 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到台北市任职 我是不是我考上某一个这个第一个中和行政的类组 这个职组里面 我一考上这个职系我就可以掉 可以吗 掉机 他是不是 都在台北市政府这样的一个机关里面 对机关里面 都可以掉吗 对对 都可以掉 那这样我就更担心了 就是我要提醒的是 比如说像公职社公司 他是有社公司证照之后才去考公职的 他是有一定的专业 但是你没有把它列为技术人员 也就算了 可是变成说原来这些人可能会是在相关的像家防 家暴跟社会安全网里面 或是我们这个退伍会系统或是监疫系统里面 有些辅导的工作 这些职种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需要 这个专业需要所任用的或是开出来的缺 那会不会一进来就掉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那他掉到别的地方也要看对方机关他要不要 所以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各机关就是有默契 今天我在社会局任用的人 我其实如果掉到别的地方去我别的单位就不用 就这样的默契让这个制度好像还保持稳定 可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开始有点乱了 因为你公布了这个群组太大了 那个直组太大了 所以变成大家都觉得开始觉得他可以异动了 可以在地方里面做内部的异动 对因为这个也要考虑到公务员他在哪些职位 他希望说掉到哪些职位 希望让他比较有弹性比较有自由 这也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一种保障 原来我们的考试的一个办法里面是希望框三年 就是希望能够稍微稳定那个职缺 因为流动性太高 其实对那个单位我相信也不是一个好事吧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留得住三年最少 那如果连三年都留不住 那真的流动性表示这个单位是很难呆啦 那也辛苦啦或是业务还忙啦 可是更不容易留住人 所以我在担心的是 接下来会不会面临到非常多的人 就这样一有机会就立刻流动了 对这部分当然我们就是检讨以后当然也会 针对这次检讨把它缩小以后 直子直系缩小换了以后 那到底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那尤其拓定的直系有没有 因为这样产生问题 那我们都随时会检讨 那如果这方面问题 我们当然也会去把它修正 真的我想就是周部长你先想想 如果一个社工直系的社工师去做图诗馆的管理 这样到底是不是浪费人力啦 那图诗馆的人员来做社会工作 他能不能升任 这个都是尤其在处理这个家暴啦 或是一些受侵害的一个个案 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升任 我都觉得这要审慎的来评估喔 还有就是我们劳资的 这个方 那个郭 郭主委 就知道我们 劳资的这个人员 要不要去做社会工作 或是要去做这个 教文的 因为教文的也在这里 所以变成互动的过程裡面 变成到底这个直系 所以也许你的好意思 擴大 擴大大家对于 有点通彩 可是有些专业 确实是需要有些专业的 那因为机关首长他要不要用 所谓不是他机关 这个单位里面的主流 主席的话 还是在地方政府 对还是机关首长可以决定 对 机关首长他要用这样的一个人 他必须要深思熟虑 所以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有这个 对当然也会有一些毛病 那这些毛病这些瑕疵如果太大的话 那当然我们未来还是会适时来检讨 这样的一个 我想这部分还是要 对对那谢谢吴委员 给我们提醒 好谢谢 好谢谢吴雨晴委员 接下来我们休息五分钟 嗨 好 好 不要 behav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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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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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时间 就是 感谢观看 很难 至少 第一次 就是 就是把第一条 都是我们要对 这个是一个 好 好 我们要对 我应该说 就是考诶 請各個公家機關、各個公務人員在公共服務日出來做公益 基本上我們定出6月23日為公共服務日最主要是要提升是促進國人對公務人員積極關懷熱誠奉獻的一個肯定 好所以第一個要公務人員積極關懷第二要熱心然後人民要對他肯定 好這個沒關係這個精神上其實我們是贊成的 那我現在要跟你討論的是說在現階段 現階段是不是有考慮要把這個你們喊給各個公家單位 各個中央地方的中央跟地方的各個主管機關這樣一個公文 就是6月23號這一週大家就是還是要來辦理這個公共服務日 這個文是在2月13號出文的 那2月13號其實在我們台灣現在在全世界或者台灣 我們面臨這個新型的肺炎的時候威脅的時候 其實已經防疫措施不只是超前準備啦 其實大家都是繃緊神經上緊發條 那2月13號你們可能考試院院會有討論通過 我不知道你們那個決策的那個形式 然後就出了這樣一個公文 那現在一個月後我們來看這個公文 一個月後我們來檢討這樣的一個決定 部長有沒有覺得要修正呢 這個委員你提這個問題我真的答不出來 答不出來喔 因為我印象裡面 還是你要看公文那個PPT檔上面有啦 是不是全序部出的文喔 全序部是有一個文啦 全序部又加碼呢 全序部又叫大家在7月10號前要回覆 看是辦的什麼活動情形表 好啦委員這個問題很簡單 委員不用繞那麼 本席也不用繞那麼大的一個圈子啦 就是公務員革新還有一些相關的事項 我們都會來大概就是來督促嘛 那上上個禮拜我們辦公室也跟相關的委員 還有關心的委員 還有這個公務人員革新聯盟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希望是做在全民防疫的時候呢 這個考核啊先可以暫停啊 因為我們考核還是有就每個機關 每個單位每個月或者是什麼 要把那個考核做一個KPI做一個報告嘛 那我們認為 這個當時也獲得很好的回想 相關的機關也都停止了 今年這個所謂的KPI暫時停止啦 包括了這個考試院下的保訓會 那個我們剛剛這個保訓會這邊 他們已經在3月3號把原來要 建任生檢任的3T次的培訓課程都移到7月 另外這個消防消防單位還有這個教育單位 然後還有在第一線最責任最重大的這個 衛福部的相關的醫療單位 大家都已經把這個停止了 所以呢我們認為說考試院是在辦理全國 就是考核全國公務人員公務機關 這樣子的一個主管機關的一個決定 事實上也要與不要與時俱進啊 事實上要融入這個防疫體系的一個 一個決策單位那所以第一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建議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監督 因為事實上你列一個公共服務日 那大家還是這個相關的地方機關 中央機關還是要花很多的精神 來配合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樣的活動有它的意義存在 但是幾年不一定是在6月23甚至在6月底 就要6月來舉行 還有很多很適合的時間 所以本席要在這邊很正式的要求督促你們說 是不是應該要把這個來考慮 這個6月23號這個前後 要來做公共服務日這個部分 這樣一個決定來做一個重新的修正呢 向委員報告這個2月13號出這個文啊 因為考試院訂了公共服務日 是由考試院和行政人輪流辦理 那考試院的部分是由全序部在主辦 所以我們把這個問題帶回去 所以全序部決定就好了 不用再等一問你們考試院的院會考試委員 全序部就可以決定了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 不這個公共服務日考試院的部分 是全序部在主辦啊 好 所以我回去再來跟全序部 不用啊我現在就可以問周部長啦 我是怕你又說要回去考試院院會討論 你認吧 好來周部長 我在剛剛相關的緣由 還有相關的一些決策 大家有跟你說了 這部分你的決定是什麼 謝謝周委員的意見 那其實我們各個機關在辦理各個活動 其實都是很早就定了 但是因為隨著疫情的發展 我想都有需要調整部分 我們都必須要調整 我想不只這個答案是今天講的是一個個案啊 那因為畢竟你做這樣的一個公共服務 大概中央地方還是有部分的公務人員都要動起來嘛 我是建議說你就在這邊明快的決定 先停先停 然後6月3這種公共服務還是可以擇期再辦啊 7月8月或者整個疫情已經都是比較消失於無稽的時候再來辦 也不遲啊 我們會將周恩的意見帶回去 那我們會隨疫情的發展 就一個月一個禮拜好了 一個禮拜給本席一個回覆 對 跟委員會一個回覆 好 那現在我要來討論一下 早上有委員關心到公務人員的結社權啊 好 那我這邊是從一個法條裡面來看一下 就是說 等一下哈 我們的 我先請教齁 就是 先請教一下 我們參加非營利社團還需要報准同意嗎 這個先問 這是權序部嘛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服務法 來 中部長 目前的法制是要 要啦 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法源依據 是在公務員服務法十四條之三 這邊的規範是說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應經服務機關許可 那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所以這個是強制喔 不是被查 一定要許可才可以參加 那你們的理由是 為尊重首長之監督權 避免首長與屬員間 產生不愉快 你們的立法理由也很直白 怕說會產生不愉快 因為沒有尊重首長的監督權 你要去參加一個非營利社團 那你沒有首長的許可 那這個就叫沒有尊重首長的監督權 那首長跟屬員間就會不愉快 這個立法理由還滿直白的 那你們也提出了修正草案了啦 但是你們的修正草案是原則禁止 例外開放 所以其實那個修正幅度還是很小 所以我在這邊要很明確的再來請教秘書長跟部長 對於公務員服務法十字條十三的修法喔 真的還是要還是要服務機關同意嗎 應該是原則上開放 那有一些後續的一些不當的室友 我們才來才來建議或者才來 才來就是說不准吧 所以應該一開始就原則就是要禁止 另外才開放 這部分其實部理院都有檢討 那我們現在的修正方向是說 如果沒有受有報酬 而且不影響貶值的話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經過機關首長的允許了 許可或者同意 但是你還是要前兩個條件 他還是要說我要具備這兩個條件嘛 我們認為說這當然是一個方向 就是說那原則是開放的 那他自己要負責嘛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服務你本身那就有專業的倫理啊 你就是要對你自己的職責交代嘛 那你如果今天有影響到 或者你有其他的報酬或什麼的 你自己影響到你本身的公務員的這個專業倫理 那你當然事後要受監督 事後要被考評 事後要被或者說相關的一些 不利的一些評價嘛 他自己要承擔這個責任啦 不需要我們一開始我們的首長來負擔 這麼大的責任 或者這表面上是負擔很大的責任 但事實上運作上是 等於是首長你有這樣的一個決定權嘛 這個思維邏輯是這樣子討論的啦 是 我們是認為說 因為有時候堅持雖然是非營運事業或團體 但是有時候多少會對他的貶值 對他的目前的工作會有過多的影響 所以也希望讓首長有裁兩全 不過委員這樣的意見我們會帶回去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在 在這幾條現在都在修 在討論嗎 對 那委員意見我們會帶回去好好的思考 就現在是原則上是禁止嘛 對對 然後那個要許可 全面的啦 不是禁止 這個要許可 就要許可 就要許可 你們接下來是說原則開放 原則禁止例外開放 然後接下來又再設限兩個條件 那我想應該還是有 往這個原則上開放這個部分的修法方向來進行 會比較多 對對 我們 我們就會購放意見很多 那我們會朝著開放的方向 不要太多的拘束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周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是邱顯智修委員 請問 等一下喔 好 OK 好 好 主席各位同仁喔 那有請 這個考選部長 那 部長喔 今天喔 剛剛 這個大家有談到這個考試院存費的問題 但是我今天喔 並不打算談 談這個問題喔 我只是想談一個就是說 國家考試的 這個公平性的問題 因為考試院 我覺得存在的非常重要一個目的 就是最起碼的啦 應該就是在維持 這個國家考試的公平 部長你贊同嗎 贊同 好 那因為國家考試這個制度啦 讓 許多 這個新興的學子 寒窗苦讀 那他可以透過這個公平的考試 然後能夠考上 不管是說專技的特考 律師啊 會計師等等 或者是說他可以進入到 國家文官的體系 能夠來替我們人民來服務嘛 那本身也有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促進這個階層的 流動 讓這個力爭上游的人 不要成為絕響 不要說 就是說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氏族 那我要討論的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齁 今天在這個2014年啦 那2018年也發生過一次 我相信部長非常清楚 國家的這個考試 一再的發生這種泄棋的事情 那2014年這一次的這個水上警察的考試啦 事實上後來這個謝祺的這個命題委員 當然他就被起訴 因為他這個有這個妨礙考試 以及這個泄密的問題 那部長你知道說這之後 考試院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嗎 當時這個2014是這個在考試的期間 就有應考人來檢舉 所以本部員馬上把這個移送 那之後就重考嘛 那重考重新辦這個國家考試 那並且就是說賠償相關的損害 那請問這個賠償相關的損害 有向這個謝祺的這個委員求償嗎 法官有向這個謝祺的求償 那這個 不是啦他是和解嘛 他是和解 那問題是說 因為你舉辦了這個 重新舉辦的這個考試 考試院的費用 有沒有向這個相關的這個謝祺的忍求償 他的 當時法官有問我們 本部的這個大概會有多少 所以他直接跟這個謝祺的這個求償 他進入國庫 不是啊 但是你們並沒有去提告嘛 是不是 沒有針對他去提告 好這是2014年 那你又舉辦了一個重考 那2018年的時候 又再次發生了謝祺嘛 那這個其實部長你也非常清楚 那 照了 這個2018年 到現在已經2020年了 你可以看一下 2020年的 2019年的時候 10月17號 秘書長 也一樣 黃國昌在跟你質詢的時候 你說考試院對這個事情不了解嗎 那 現在 秘書長你對這個事情有掌握了嗎 這已經經過了一年多了 這個 向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事情基本上是考選部他主管的啦 好 那我問考選部啦 好沒關係 那就是說 確實當時考選部一年的時候 10月17號同樣在黃國昌質詢的時候 同樣 你們開了一個會 你看 這一個委員 周萬來說什麼 他說 本案考試榜市已經育一年喔 相關涉案的人員 應考人處理 氣未見 不 考選部 向院會提出報告 而且 更扯的是 及格人均已分發 任職 好所以 確實 至少在當時的時候啦 好 部沒有向 這個院 來報告說將來處理的方案 好你可以看一下 當時部長你坐在這邊 在國會的殿堂 你告訴大家說 下禮拜 就會提一個檢討報告 報到院 報到院來 請問 24號的時候啦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24號的時候 你有報到考試院嗎 報告委員 我們有跟考試院提報 後續的處理方式 對啦 但是至少從這個24號 你自己看這個院長的才是 院長的才是24號一周 院長的才是 我至少從這邊看出來的 院長說什麼 有關涉案點事委員追究 請部禁述園女具體方案 抱怨 對 跟委員報告 因為 所以你24號的時候 開了會的時候 你還是不願意報啊 為什麼 因為檢察官的起訴 只有針對這個謝提教授個人 那 所以你到現在還沒有一個 提出的方案 其他有多少人涉及 我們已經完成調查 那在兩個禮拜內 會有方案提到考試 對沒錯 因為昨天的時候 我辦公室問你 是 到目前為止 10月17號 到現在 已經又過了大半年了 到現在你還沒有一個具體方案 那我現在直接問你 你現在說兩個禮拜之後要 具體方案 你回去之後 你又沒有消沒洗嘛 你這樣怎麼對得起這些 殘酸苦毒的這些學生 所以我現在 直接問你 就是說你的具體方案是什麼 包括委員 因為這個還要報考試院決定 所以在這邊不能講 但是一定會送 兩個禮拜一定會送考試院 已經過大半年了 部長 這個已經是二年 一八年的考試 好 那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一個行政法的問題 其實你也非常清楚 是 這一些不應該考上的人 已經考上並且派官了 他做出了行政處分 如果將來有人來質疑說 這個行政處分奇怪 這個人不應該擔任公子 結果他開出了行政處分 有違法性 我要去術院 那你要怎麼解決 未來如果說他們被撤銷入期 那當然還是可以 他有潛意還是可以提出 那這一個官員 這個考上的這個官員 已經認官了快要兩年了 他做出了行政處分 要不要碩子既往失效 這個部分我會再討論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公權力的行使 你是一個國家的 一個考選部的部長 你怎麼可以 這樣一天又過了一天 那到現在為止都還不抱怨 那我現在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上次17號的時候說 你要一個禮拜 報檢討報告抱怨嘛 那你現在什麼時候要抱怨 兩個禮拜一定 那你兩個禮拜抱怨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那個檢討報告 也送到我的辦公室 這部分 抱怨之後 會請示宴 對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抱怨 我想再跟 這個全國的這個新興學子 都非常關心說 這個國家考試的公平性嘛 結果你一而再再而三 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了這種泄題的事情 這個重考 我跟你講 2014年的時候重考人家說什麼 是考試院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那你2018年又發生了一次了 你到底要不要重考 你到底要不要跟 這一些泄題的人去追場 你到底要不要懲處 甚至就是說 當這個不應該考上的人 已經考上了 你看 這個會已經動搖到 這個行政處分的司法性喔 結果 這麼多人 有50個人 他已經一直在任官 然後一直在質詢公權力了 那你到現在還不處理 我就不明白到底為什麼啊 包委員喔 因為檢察官的調查報告裡面 並沒有很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涉及 所以這一部分 我要查清楚 那你自己為什麼 我就說 我們經過 我跟你講 這個周萬來委員 講得非常清楚嘛 他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你要等法院的判決 那恐怕這樣曠廢十日 因為這個人 現在已經一直在執行公權力 那 我要問部長就是說 那你為什麼 不願意自己調查 做行政調查 包委員我們已經完成調查 那你開了五次的專案會議 那你為什麼 從2018年開始調報告 都沒辦法提出來呢 因為 我們也是 2018年10月份 檢察官起訴之後 才知道 對 這個事情 我們才展開這個行政調查 那我們還要去找 涉及的一些當事人 來理清到底 有多少人 包括應屆生 跟非應屆畢業生 有多少人 我告訴你 2014年的時候的考試院 考選部怎麼處理的 820號起訴之後 他在4天之後 考試院就辦了一個 點事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決議錄取標準 讚與保留 9月25號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說 在院會裡面 就已經決定說 要重新舉行考試了 是 2014不同是 我們接到檢舉 但是2018 我們沒有任何檢舉的信息 是直接由檢察官 但是 我跟你講 但是現在 人家起訴後 現在起訴都多久了 起訴後4天 人家就在辦說 要讚與保留 你現在起訴 已經這麼久了 然後上次 10月17號的時候 你說一個禮拜之後 就會把檢察官報告抱怨 你到現在都還沒有抱怨啊 因為那一次考試還沒有完成 所以馬上就決定 重新辦理考試 好 那我就請秘書長 時間點不一樣 真的 你自己看 10月25號的新聞 院長說要究責 重辦考試求償了嗎 就是說 院長覺得說 這件事情很嚴重嘛 所以拜託秘書長 你回去應該要跟院長講 這件事情 那就是說 如果你要重辦考試 我跟你講 今天假設 人家已經認關了 這個 兩年三年五年了 你還要重辦考試 這義教公園任用法的規定 這樣可以嗎 所以 你不能夠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拖一天 又拖過一天嘛 而且這個是有 執行公權力的問題 今天 你辦了一個國家考試 這些人 不應該考上而考上 這當然 侵害了這個 辛辛苦苦在讀書的 這些人的權利 這是第一個層次嘛 第二個層次就是說 他每天在執行公權力 那他執行公權力 然後假設 比如說 他開罰單好了 做一個行政處分 將來 是不是這些 受處分的人民 都可以來訴院 主張說 欸 你這個公務員 根本就是 一個 司法性不夠公務員 這樣怎麼可以 來做這個處分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 拜託 你回去的時候 拜託一定要跟院長報告說 這件事情 從這個 10月25號開始 到現在 不要說救責 不要再說 不要再說救責 連一個 另行舉辦的方案 都沒有 所以拜託 拜託 部長 兩個禮拜 你這一次 兩個禮拜之後 真的 你如果沒有再弄出來的話 真的 對不起全國的考生 我說實在的 一定會 而且人家現在 已經在講說 這個 這個考試院的存費問題了 你看 校文主席 也是要透過這個 這個公平的考試 然後考法官 然後考上法官 很多人都是期待說 有一個 最起碼的國家的考試 不然的話 在社會底層的人 他要如何能夠力爭上游 他要如何能夠對這個國家 有信心 這個考試公平性 是考選部天職 所以我們一定會辦到底 那兩個禮拜一定會提方案 好 謝謝邱委員 我記得這個 這個題目好像上 下個會期 上一屆啦 大概就10月17號 剛剛邱委員講的那個質詢是期 大家也有關注嘛 好像本席也有提案 也有質詢 那是請這個考選部 在兩個禮拜 好 把這個 今天邱委員質詢的這些 你們要做的一些具體措施 回復給本委員會 還有給邱委員 好 兩個禮拜 好 謝謝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維州 林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好 考試院喔 這裡對於這一次的防疫工作 有沒有做到超前部署 好 我們等一下來檢視一下 那首先喔 我先 再提醒一下喔 就是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也提到 我們現在在防疫 那同時呢 公務人員也有很多的考評 然後 績效考評 評鑑 有的是 他本身 的工作 績效要被評鑑 這是一種 譬如說 像村裡幹事 那另外 有的是 像衛生所的基層人員 他要去做很多考評的工作 他要去考評所有的醫療院所 他們的每年的考評 所以他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這個部分喔 我們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提到 說是不是可以暫停 防疫危險嗎 這也是超前部署的一部分 那你要他們做工作 防疫的工作 但是他們又要做很多 防疫以外的工作 尤其是基層人員 我剛剛特別提到這兩種人員 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 請問一下 我再了解一下 你們了解不了解啦 因為那個非常基層你知道嗎 居家檢疫 很多人現在都被居家檢疫 那他們要被監管啦 比如說一天最少要一次兩次 打電話去 看他有沒有亂跑 有沒有什麼問題 需要協助也可以 居家檢疫 主要去監管他們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以現在的 我們的公務人員體系 居家檢疫的人 這是最多的啦 現在目前大概 全台灣可能有四萬多人 在居家檢疫當中 那請問是誰去監管他們 秘書長你知道嗎 呃 向委員報告 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好像是警察吧 不是啦 您答錯了 是那個 不是 村裡幹事 要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大概有七千多個 村裡幹事 那現在有四萬多個居家檢疫 那監管他們的人 就是村裡幹事 要去監管 這是居家檢疫的部分 那村裡幹事本身也有很多工作 那現在他們有年度 要去考核 要考核 要考核村裡幹事 他們平常做的工作 好不好 KPI怎麼樣 那這是第一個 村裡幹事 要做這個工作 居家檢疫的監管跟服務 都要他們做 譬如有人要送餐耶 村裡幹事也要去做啊 獨居的人被居家檢疫 他也不能出來啊 那誰去幫他送 14天耶 不是在家裡吃幾包泡麵就好了 14天耶 半個月啦 垃圾要不要到 14天你都在家裡 垃圾都放在家裡嗎 獨居的人 要服務 不只監管 還要幫他們服務 另外 居家隔離的 稍微嚴重一點 就是要居家隔離啦 居家隔離的人是衛生所的基層人員 要去監管他們 也是要 他可能會給他一個這個 臨時手機 然後一天要監管兩次 看他在不在 那他們現在衛生所的基層人員 也要做年度的 考核什麼呢 考核所有的醫療院所 那個醫院啊 診所啊 那個 這個衛生所 要去考核他們 也很多工作 好 所以呢 我們在總質詢的時候有提到 衛福部 陳時中部長 跟內政部 這個徐國勇部長 都說啦 都同意說 暫緩這些考核 平常的考核啦 被考核 或是他們要去考核 醫療院所的這些工作 讓他們可以全新防疫 那請問 這個考核的這一部分 跟我們考試院這邊的 這個執掌有沒有關係啊 那你們有沒有配合啊 有沒有配合衛福部這樣的宣誓 跟內政部這樣的宣誓 還是他們只是講一講 你們有行什麼公文給他們 他們有沒有行什麼公文給你們 說我們暫停考核這件事 有嗎 謝謝委員 這個 這個 考試院部會 最主要是關於考核保新業務 這一塊好像 不是我們 不需要你們 完全不需要考試院 轄下的任何的執掌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 他們如果沒有做考核 那將來會不會影響公務人員的這個 績效啊 他們的這些評比啊 你們一定會對公務人員做評比啊 績效啊 這些不是要是你們的業務之一嗎 那他們如果停掉了 沒有成績啊 沒有考核沒有評比啊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公務人員的權益 要把防疫做好 好再來我要請教你們就是關於你們自己的考試業務 那現在考試業務 考試的時候都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啊 那反而是一個這個敏感的 防疫敏感的處所 那你們有什麼作為 針對將即將要考試的這些狀況 如果 我知道 我有事先了解 就是說 如果說考生 有狀況的 要隔離考試 比如說 耳溫啊 耳溫超過多少度 那可能要隔離考試 免得跟其他考生又聚集在一起 這個已經有措施了嗎 說明一下 我們在二月份的考試 基本上 就是要求量測體溫 還有一粒蓋口罩來應試 那如果說有 像 二月份在港澳地區 這個回來的 那基本上會有備用市場 隔離到備用市場那邊來應試 好 這個你們 除了有的把它延期了之外 像我知道的 你們在四月份 五月份都有 好幾個考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就是官務人員考試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四月份 那參與的人都很多 專門 10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 這是在五月份有三萬八千人 然後剛剛講的那個官務人員 大概有五千多人 在四月份會考試 然後 特種考試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在四月份也有兩千三百多人 那在六月的部分 我們就覺得說 六月的部分也許疫情會好一點 但是看起來 四月跟五月 都要做超前部署 要不要延期 這是一個你們要考慮的 然後再來 如果要考試的時候 他本身被隔離檢疫 檢疫隔離 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 那怎麼應試啊 說明一下 本身已經被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但是你們考試又沒延期 他要怎麼去考試 是 八委員 那個島嶺本來是這個禮拜 周末要考試 那我們也因應疫情 所以已經延到五月份 那下個月的 月底的這個官務 跟這個身障特考 我們大概也會因應疫情 在下個禮拜 來決定是不是要再延後 來考試 那這個對於居家檢疫 跟居家隔離的部分 我們最近 也跟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這邊討論 是會邀請專家學者 還有包括地方衛生機關 共同的討論 如果說要保障他們的考試前 要怎麼樣做到 黃毅的相關的工作 大概要動員不少人 那也要準備不少這個備品 你意思就是說 他如果本身被居家檢疫 或居家隔離 但是考試時間到了 他也已經報名了 還是要給他考 這只是說要隔離 所以部分要討論 如果說還是要給他考 我們有沒有辦法 動員到足夠的這個防疫能力 來維持考試的這個公平性 跟這個就是防疫的工作 我的結論 針對即將來的 尤其是4月5月的考試 那麼多人參加 合起來大概有 5、6、4、5萬人要去參加這些考試 第一個考慮延期 這個部分延期 讓疫情過了以後再考試 當然你們要去做評估 這樣有什麼不利的影響 對考生對 都要去整體考慮 第二個 如果要居家隔離去考試 就是要隔離考試 那你們的準備到底夠不夠 因為我們看這個防疫特別預算 你們也沒有提出任何的預算 所以你們這個都沒有 沒有事先去所謂超前部署 真正要考試了 那隔離 那一定要耗費 你剛剛講的耗費人力 要躺處所 你們也沒有提出任何的這個 特別預算的需求 所以你們根本沒有做準備 所以這兩個方式都是一個 超前部署的方式 比如說延期那也是一種做法 但是要考量它的各方面的影響 那另外就是說 到4月5月一定要考了 那決定不延期 那你們這些部署 相關的經費人員處所 請你們提出備案 這個才叫做超前部署 請你們好好回去研究 然後把研究 包括我剛剛講的4月5月 要考試的這一部分 研究之後的報告 到底是延期 還是你超前部署 這些人力處所 隔離的相關的辦法 向我們做一個報告好不好 報告委員 我們2月份級辦考試 事實上也有跟疫情指揮中心 尋求必要的資源 所以我們也是有做準備 依供一個書面報告給我們 針對4月5月的部分 你們的評估 你們要做怎麼樣的做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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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林維舟林委員 那主席先在這邊 處理一下今天的會議時間 上午的會議我們就進行到 登記發言的委員發言完畢為止 好 接下來我們請葉玉蘭 葉委員發言 主席我想請秘書長以及保訓會 各位 我還是要針對 今天早上其實已經 尤其魏委員提到 事自785號 跟警察的相關 那其實 事自785號跟警察情侶是 政治息息相關 大家都知道 警察消防這些 他們的危勞性 時間的不確定性 都是對於憲法保障的人民健康權 有所侵害 所以這是為什麼大法官 會在聽取很多不同的意見之後 還是會做出違憲的宣告 然後要求我們在三年之內要做改進 可是今天早上我也聽到這個 有委員說 應該是三天之內就可以達成的 這個收集資料 沒有那麼簡單 那因為警大警專 其實有很多老師也關心這個議題 那不過我自己 過去這幾年 在走訪基層 我很多的學生 不瞞各位講 都熬不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熬到退休 那就以最近這一兩個月 我去鞠躬的 去看的 49歲的所長 54歲的隊員 40多歲 還有30幾歲 都是猝死的情形很多 所以這樣子的健康權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很希望在這一次的修法之中 能夠讓 讓 讓警消的辛勞程度 能夠被看到 因為我們看到 過去在年改的過程之中 拜滾滾滾租公之事 把警察一般化 當成一般的公務員 那我也聽我的很多的學生告訴我說 大家都認為 為什麼每次警察特考 這個坊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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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習班 都會 打出說這是高薪 認為你一畢業 可能會拿到 六萬塊 我覺得用這個來打廣告 但是事實上是 警察的實心 不如超商的店員 我們不但是 警察的實心 不如超商店員 我們連 我們的職等上面 有的一個情區的警員 甚至於有些尋找所長 他們的職等 是不如村里幹事 這都是警察的悲哀 那警察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職等的 被刻意的壓低之後 甚至於過去 其他的 比如說 一樣是在扶公職的 小學教師 進入這個體系之後 每年逐年的生 可是我們警察 以前還有五百的限制 現在就算升到五二五 還是他有一個天花板 甚至於我們每一年的烤雞 因為要讓他們 讓主管們 有一個管理的工具 烤雞也有二分之一的限制 這都是造成 後來在退休金 純粹以這個奉典 各方面年資來計算的時候 其實警察的相對被剝奪的感覺 要遠勝於其他的 那對於這種公職人員的健康權 我覺得我很希望 考試院在修正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 差異性的權益保障 當然不是只有警察辛苦 我們也有看到 我們有看到現在 類似像警察一樣的這種人修的 比如說我們監所的管理員 或是法院的法警 甚至於連護理人員 他們也要採取三班子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護理人員 他們現在的三班子 白班大概是八點到四點 這八小時 小夜班是四到十二 大夜班是十二到八 然後每家醫院可能會彈性的去 加減三十分鐘 小夜班每班他會再加七百塊 七百塊錢 大夜班每班加九百塊錢 那週休二日 每週工作四十小時 可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設計 對我們警察來講 簡直是遠如天際 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得到的 比如說我們就用六都的派出所來看 那每天大概通通都不一樣 他的停務的大輪番是 早早晚晚中 早班是零到十八 晚班是十八到六 中班有時候是下午兩點到晚上十點 或是四點到晚上十二點 然後每天他不是固定的 完全沒有去顧慮你的生理時鐘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我就跟各位講 我現在鞠躬到有一點害怕了 我的很多的學生 不要說三高 或是心肌梗塞促死的情形很多 有的根本就是五十歲都熬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看的時候 請參考一下我們勞基法 請參考一下我們勞基法 勞基法的這樣子的計算的方式 其實勞工他們加班費 平日的延長工時休息日的出勤 國定假日特別休假出勤 立假日出勤 每種算法都不一樣 每個每種的加班費的算法 也不盡相同 所以當我們警察是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 日班夜班混合編排的時候 我很希望各位 尤其不好意思 我搞不好連讓你們回答的時間都沒有 我會希望你們能夠把這個算進去 順順看這筆帳 國家欠緊銷欠的實在是太多了 希望在四字七八五號的整個改進的方案裡面 能夠把它呈現出來 謝謝 好 謝謝葉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高嘉瑜委員發言 剛剛有人問到關於考選部 對於這次疫情超前部署的狀況 那提到說即將來到四五月的考試 目前是沒有任何延期的計劃 可是在七月份的原定國家考試 是有延期一個禮拜 那這個考量是什麼 為什麼比較逼近的四五月沒有延期 反而是比較遠的七月的考試是延期的 是 包括委員 七八月份這個考試延期主要是 這個交易部也是因應疫情 所以延後各級學校的開學 所以也這樣子造成我們在這個考場的借用上 所以主要是因為學校的延後開學 所以考場的問題才延後一個禮拜 也跟疫情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大家要問的就是說 考選部在這一次疫情裡面是認為說 好像對於考生的干擾不大 所以對於關於疫情的超前部署 沒有任何準備嗎 我們還是有做準備 像二月份的考試 事實上我們就一定要求考生要戴口罩 即使疫情指揮中心建議說 健康的不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我們還是要求一定戴口罩 還是有量測體溫 所以我們還是有另外有 備用教室給這個羅相趕快回來的 對 但是其他大家比較會關係到 考生權益的就是關於說 如果有被要求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 沒有辦法參加考試的這些考生 他們的權益現在到底應該要如何去自保 那就這個部分考選部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或是說明 所以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是這個黑人問號 不知道說到底目前應該要如何去因應這個部分 這一部分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才被這個疫情指揮中心邀請去考試 跟教育部共同研議大型考試的 遭遇到這一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會在最近邀請這個專家協者 還有這個衛福部還有地方衛生機關 共同來討論怎麼樣針對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 如果他們要安排他們的這個考試 考選部在這個部分顯然慢半拍 因為如果包括我們所有的口罩相關的 從這個春節期間大家就已經在開始因應 那考選部直到最近因為疫情中心邀請 才開始要動起來 那顯然這個腳步是有點慢 我們那個口罩事實上我們在上個月 所以就有跟這個指揮中心 對 但是因為不是只是口罩的問題 因為關係到考生權益這個顯然是比較重大的 那之前不能來考的 基本上就是他可以前而退費 那這不是對考生來講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說他已經準備了這麼久 準備參加這次的考試 但是被迫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的時候 該如何是好 這個部分是考選部應該提前替考生想到的 所以希望考選部能夠重視考生的權益 趕快來處理 我們會很快處理 謝謝 好 那另外呢 關於這個律師考試的部分 因為其實近幾年考選部的做法 有很多的爭議 那尤其是這個400分的門檻 從107年開始增加了這個門檻 那在之前都是採取一定比例的這個錄取人數 但是這樣的門檻的理由到底適不適當 充不充分 從107到108年 因為這個門檻而導致受影響的考生 有將近380人 那我們也去了解你實施這個門檻之後呢 對於這些考生來講 其實因為他們二世三世都是深論題 對有些人來講呢 他的總分的平均是完全超過所有的考生 例如說我們現在所舉的這個考生的例子 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的總分的及格分數呢 遠超過現在前三分之一的分數 但是呢他最後呢 只差了1分399分跟400分的門檻 就沒有辦法錄取 那對這些考生而言 這個分數是不是代表他的數值不好 還是說這個分數對他而言不盡公平 因為如果以深論題來講 這一分到底有沒有多大的意義喔 可能沒有 那考選部去如何認定說 這400分就能鑑定出考生的數值 還是說過去你用門檻你覺得說 門檻所錄取的律師數值不夠 對於律師來講 他的數值的評鑑是用什麼來評鑑 基本上會設這個400分的門檻 最主要 歷史考試第二次 包括這個專業核心的公民行商 這個四個科目之外 還有這個顯示的科目 還有國文的科目 所以會定這個400分 主要是針對這個核心的四個科目的這個成績 能夠設定一個最低門檻 那事實上考選部在做這些調整 也不是說考選部自己單獨去做這個調整 一定是有這個 對這個調整的理由的正當性到底在哪裡充不充分 因為我們所收到的一些考生的陳情 他們的及格分數都高於這些所謂的平均及格標準 有的高12分有的甚至更高 那最後呢 卻因為這個 最後400分的門檻 可能呢就被淘汰了 但是由考選部的理由來看呢 這個理由其實讓這些考生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也希望考選部能夠重新檢討 那考選部後來也有說會在針對律師考試來做專案的研究報告 到現在我們也沒看到這個報告 那請問從107年108年到現在109年了 你們針對這個制度的研究報告到底什麼時候會出來 包委員 去年這個107考試的這個研究報告 我們已經在去年報大宴這邊來的 那108的部分我們也在同樣請次院專家 在做這個研究報告 一定7月底 不是3月底應該初考就會出來 那5月份會有完整的評報報告 所以5月份才會有報告出來 我們3月份如果委員有需要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這個律師考試的部分 我們應該更重視律師的培養培訓 因為現在律師的培訓大概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 相較於其他法官檢察官的這個養成 顯然是還需要加強 但是是不是要用這個分數來限制律師錄取的人數 這個可能就要看我們國家對於這些律師的錄取 我們是要用什麼樣的標準 因為現在世界趨勢大概都是希望放寬 那唯獨台灣還在用這個門檻來限縮 對這些長期念法律系的學生其實並不公平 是包括所以在這個法律專業人員的這個施改國事會議裡面 有針對這個區塊在做檢討 所以目前司法院行政院還有這個考試院這邊也有組成這個協調會議 在討論這個整個包括多合一的考試 那我們現在做到 過去放寬就是因為長期來我們希望說能夠讓律師考試的門檻能夠降低嘛 讓這個長期念法律系的學生他們有機會有更多的人可以從事律師的工作 可是近幾年來又開始限縮 甚至用分數來做為一個門檻喔 所以這對這些考生來講或是現在正在念書的學生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也衝擊到說他們其實對於國家考試的信賴利益的問題喔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覺得考選部的制度不應該變來變去 尤其是你在106年才突然研議要去改變107年的錄取方式 也要有一些緩衝期喔 讓一些正在準備考試的學生能夠因應 否則你這樣突如其來的衝擊對這些 有些考生他可能准畢業準備了5年以上喔 但是最後卻因為這一兩分沒有辦法如期的完成這個律師的資格考 對他而言是不公平 那我們也希望律師考試應該是一個資格考喔 而不應該是一個這個錄取人數的限制 這樣子對於這些法律系的學生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這個影響 是所以我們也會密切注意喔這個 所以希望未來在這個400分的門口上再檢討啦 我們再做檢討好不好 再放寬好不好 謝謝 我們會檢討謝謝 好謝謝高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何欣全委員發言 何欣全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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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武立華委員發言 好主席好 應該是請教考選部長 我這個地方喔是特別關心因為因應與發法之後 我們特別希望就是在我們的公務人員的考試 原住民特考去增列足語的認證 那關於呢到底要採取初級中級還是什麼等級 其實我覺得那個也是在討論之列 不過我這邊知道的是 考選部好像有意見 所以呢我想我來講我聽到的意見還是請部長來說明 是 報告委員這個依照這個依法 那我們一定會把這個主義認證的這個部分 納入考試的應考資格啦 但是我們也觀察這幾年事實上 原住民特考包括報考人數 還有這個 到考率事實上都一直在降低啦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限制不要影響到 原住民的這個報考 所以我們是希望 因為法律上沒有規定是哪一個等級 所以我們是希望不管通過哪一個等級都可以來報考 那當然嚴明會那邊是主張說中級以上才可以 那這個我們都會並按報到考試員這邊來做決定 謝謝 好那剛才部長有提到齁 我聽起來應該是持支持的態度 那所以呢我這邊就大概提出我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是支持 那為什麼會支持 因為說一句實在話 我們語法法通過之後 其實是為了我們的主語能夠延續那個命脈 那我想我們透過很多的方式在努力 那最好的辦法呢 就是來增列到我們的考試 不過這個應該是有基於幾個目的 因為第一個目的就像我們外交特考 也會去限定你有什麼樣的資格嘛 那我覺得原住民特考 我們為的是培育我們的原住民的行政人才 所以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夠熟悉自己的語言 去服務我們的鄉親 但是更遠的目標應該是說 圓明會那個地方我也會去關心 應該是培育我們的原住民自治人才 我們應該開始要高瞻原主要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所以呢就回應我們部長剛剛所提 其實到考率越來越低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應該要檢討 因為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考科 我希望我們原民會那邊也可以開始規劃 那也希望考選部這邊可以支持 因為很多的考科 其實我們原住民他也可以考公務人員考試啦 但是你就可以去一般的地方嘛 但是我覺得原住民特考 他就像外交特考司法特考 他有他的特定的目的嘛 他就是要成為我們原住民的行政人才 那更遠一點就是我們未來需要儲備很多很多的原住民自治人才 那到底這些自治人才 他應該是要分別屬於哪一個領域 他應該要設計哪一些考科 我想這個都是需要全面檢討 所以呢我個人主張反而是我覺得終極還太低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過去在原民出服務 我都鼓勵我們的同仁 你既然來原民出服務 你既然 那你即便是非原住民我都鼓勵去考 結果呢 下場很有趣 因為一般的非原住民 初級很容易考上 中級也不難 那原因也要檢討 因為我們的題庫量很少 他就把它當作是托福考試一樣 大概看個幾遍 一看到什麼答案大概就是知道勾哪一個答案 所以沒有什麼鑑別度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取中級 我想其實是應該要中高級 因為我們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個會說 會說的這樣的一個行政人才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大概就是針對這個 我們希望我們的原民特考 真的可以從現在開始來做 就增列我們的主義認證 那讓更多有心要從事原住民行政工作的 我們的原住民朋友 或者是 我都希望他們都能夠取得這樣的一個語言資格 好不好 那我大概就做這樣的一個回覆 表達我的意見 那我也很高興聽到我們的考選部 也是持支持的意見 那我想在這個地方就謝謝 那我想在這個地方就謝謝 請相關機關競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委員若有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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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